夜风寒凉,我骑着小电驴在马路上奔驰着。 到达目的地酒吧后,我拎起一大袋外卖,交至前台。 爱死这家酒吧了,每次点外卖的人都那么多。 我边想边上楼,顺手脱掉黄色外卖服,露出里面的吊带白裙,换上一副楚楚可怜的神色。 熟门熟路地推开一间包厢门,我看着最角落的男人,一脸怯怯道,君卓,我来给你送行酒药了。 包厢里吵闹的声音一下子停止,所有人都不怀好意地看着我。 有个男人打趣道,君卓,没想到几天不见,你的酒量就变得这么差了,还没怎么喝呢,就需要行酒药了。 大家都哄堂大笑。 沈君卓脸色黑如锅底,他不耐烦地看着我,语气厌恶,白石桥,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你只是个替身,替身就要有替身的本分,不要总是出现在我面前。 闻言,我捂住脸,从兜里偷偷掏出一瓶眼药水,并在别人看不见的角度迅速往眼角滴了几滴下去。 再次抬头,我已是眼眶通红,君卓,医生说你要少喝酒,呼,这眼药水不会是过期的吧? 怎么这么拉眼镜? 沈君卓打开身旁的公文包,拿出一大打钞票甩到我身上,他似笑非笑道,说这么多,不就是想要钱? 我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张狂到变态的笑容流露出来,努力渲然欲气道,不,我不是想要钱。 沈君卓长腿交叠,又从口袋里抽出一张黑卡,甩到我脸上,挥了挥手,一张黑卡够吗? 白石桥,滚吧。 我顺着黑卡飘落的位置,灵敏的一片头,黑卡表面上落在了地上,实则稳稳地插在了我的马尾处。 既然如此,那,那我走。 迎着所有人的冷眼,我心满意足地离开。 前脚刚出包厢门,后脚我就去了趟厕所。 再出来时,我已换上宝洁小妹的衣服。 笑死,刚刚那么多钞票落在地上了呢,蚊子肉再小也是肉啊,我怎么可能放弃? 我将马尾解下,戴上帽子和口罩,拿着扫把和波及,便大摇大摆地重新走进了那间包厢。 包厢里的人并没有怎么注意我,于是我敷衍地扫了一下,便静止往钞票散落的地方走去。 正当我勤勤恳恳地将所有钞票扫到波及里时,一道能把人冻死的声音出现了。 你,转过身来。 我眼皮一跳,假装不知道是在叫我,急急忙忙就要往外走。 沈君卓却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语气不耐道,叫你转身没听见吗? 把口罩给我摘下来。 不好,这个狗东西难道认出我了? 既然如此,别怪我。 我一把摘下口罩,露出一双黄豆咪咪眼和一把浓密的大胡子。 声音无比低沉道,Oh my God,沈总你要对人家干什么? 沈君卓看到我粗犷的长相,吓了一大跳。 啊,你以为我这么多年的美妆博主是白当的吗? 看我化成一个威武操汉,吓不死你。 沈君卓条件反射地放开了我的胳膊,我却不依不饶,反过来去拽他。 我在他身上疯狂地蠕动着,并用我那刚吃过榴莲和臭豆腐的嘴, 在他脸颊上以一秒五次的速度哈气,然后用性感的气泡音娇修道。 呼,人家就知道,沈总喜欢人家这种猛男。 沈总你放心,我技术很好。 呼,沈总,人家暗恋你好久了,今天终于有机会得偿所愿了。 沈君卓露出惊慌失措的表情,并捂住鼻子,努力躲避着我的呼吸,眼看他抬手就要打我。 我双手抱头,一个灵巧地翻滚,然后在地上激烈地爬行,尖叫,静鸾,瞪大眼睛。 抱住沈君卓的腿,便开始阴森地嘶吼,啊我要沈总打我。 呼,好舒服,主人多打我一点。 嘶哈嘶哈,沈总的腰,夺命的刀,老子爱你哦哦。 包厢里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张大嘴巴,看着这一幕。 沈君卓则是表情扭曲,无比崩溃地想把我甩掉。 他大吼道,保安呢?保安在哪里? 哎呀,这里有个神经病疯子。 你别说,这家酒店的保安配备还挺完善的,眼看保安就要冲进来抓我。 我见好就收,立刻将所有钞票塞在外套里,然后以扫把为助力,长腿一个滑柜,稳稳地到达了包厢门口。 然后,我发挥了我跳高运动员的优势,撑着二楼的栏杆,跳到了不远处的楼梯上,然后再次跑到了女厕所里。 我把脸上的胡子撕掉,洗了把脸,摇身一变,又变成了酒吧里的保安。 李哥,怎么了? 我走出厕所,随手拦住一个保安,假装不解地问道。 小乔啊,刚才有个变态袭击了沈总,沈总很生气地说一定要抓到那个男人,他好像往厕所这边跑了。 我勾了勾唇脚,假装惊讶道,啊,沈总好惨,那我们快去追吧。 嘿嘿嘿,快来追我呀,你能追到才怪嘞。 一年前,我穿到了这本书里,成为了和我同名同姓的小白花女主。 原著是一本狗写的霸道总裁文,女主被男主虐身虐心了999章。 最后一章,男主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对女主的心意,于是追欺火葬场,女主最心软答应。 而我不一样,我的心是钱做的,从来不干亏本的事。 替身只是我99个兼职中最普通的那一个而已。 晚上,正当我啃着一个红薯,泡着脚时,房间的门被重重推开。 沈君卓一脸阴沉地看着我,像索命的阎王。 大晚上的,他来这里干什么? 我摇摇头,按道,看来下次要换个指纹锁。 沈君卓看了眼我的脚,侯姐滚动了一下,不爽道,白石桥,你凭什么这么悠闲,还有时间泡脚? 大概是因为,我有脚气。 我思考了一下,找了个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 沈君卓一下子被我震住了,他沉默了一秒,突然怒吼道,你知道我今天经历了什么吗? 我找你当替身,每个月都给你钱,你却一点也不关心我。 妈呀,蠢男人发颠了。 我咬下最后一口红薯,擦了擦脚,正想站起来。 沈君卓却突然扑了过来,按住我的脑袋,想强吻我。 我大惊失色,下意识抬起手来,左右开弓,给了他两个重重的大笔痘。 沈君卓被打后,双目赤红,他抬起手来,看着像是想要还我两个大笔痘。 眼看情况不妙,我立刻穿上拖鞋,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远离了他。 你还敢跑? 沈君卓朝我大吼大叫道,他拿起桌上的数件化妆品,就朝我砸了过来。 嘿,幸好这招我学过。 作为一个专业的杂技演员,我熟练地一手接住两个,头上还顶着一个。 沈君卓瞪大了眼睛,他又拿起地上的仙人掌,朝我扔了过来。 这可不幸接啊。 于是,我一个闪现,闪到了他的面前。 沈总,我劝你最好快点离开。 突然感受到了什么,我弯下腰,捂着肚子,表情痛苦地看着他。 实不相瞒,这是我最后的良善。 不然,今晚注定有人要牺牲。 而沈君卓明显不听劝,他冷笑一声,一把将我扛到肩上,语气阴森,白诗桥。 有什么话到床上慢慢说吧。 我,我咬着唇,终于憋不住了。 以我的屁股为原心,数十个连环屁相继蹦出,层层叠叠地扑在沈君卓的脸上。 释放过后,我窥叹一声,终于说出了那句我憋了很久的话,我想放屁。 嗯,好臭。 沈君卓没有任何防备措施,他鼻孔耸动两下,随即表情疑虑。 显然,他的灵魂遭受到了暴击。 你,不讲,无得。 这是沈君卓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 为了防止沈君卓醒来对我实施报复行为,我给他为了几颗安眠药,争取让他睡得久一些。 然后第二天天一早,我就出发了。 今天,正是男主白月光简莹的归国之日。 原文中,简莹演了一部小报的戏后,就去国外进修学业了。 归国后,既有演技又有豪门背景的她,自然是在娱乐圈里一炮而红,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新兴影后。 作为一个对金钱有着敏锐嗅觉的人,我立刻关注了简莹,并成为了她的战姐。 前来接机的粉丝寥寥无几,我本来的计划是,简莹一出来,我就瞅准时机,对着她连拍数张照片。 然而,等到真看到简莹时,我一下子便忘记了原本的计划,只站在原地,直勾勾地看着她。 天啊,这绝美的侧脸,这清晰的下额线,这完美的头身笔。 你小子,活该是白月光啊。 然而,等我回过神来,简莹已经被一群保镖簇拥,即将离开我的视线。 情急之下,我向她小跑过去。 为了引起简莹的注意力,我一边跑一边大喊,小时候我的衣服老实破,妈妈给我报了一个班,裁缝班的老师就问我们谁的衣服老实破。 我第一个站起来说,我的老婆,我的老婆。 简莹果然停下了脚步,敏锐地回过头来。 我终于跑到了她面前,正当我准备刺个大牙,要个签名时,简莹却一脸被雷劈了的样子看着我。 在她如狼似虎的目光中,我捏着圆珠笔的手不禁微颤抖,若声道,虽然我是你的粉丝,但我可不支持粉丝偶像以外的不正当关系啊。 哦,简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听到她的声音后,我也像被雷劈了一样,呆呆地看着她。 这熟悉的声音,不正是前几天一致千金让我陪她语音的富婆吗? 于是,我清了清嗓子,小心翼翼地对了个暗号,今天发现自己有根黄色的头发,去查了一下是因为缺乏维生素A。 简莹轻笑了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还好缺的不是你,我的唯一。 姐,原来你就是冰琉璃,紫蝶兰英,我喜极而泣,刚想说出简莹的网名,就被她眼疾手快地捂住了嘴巴。 嗨嗨,别当众说出我的网名。 简莹在我耳边小声道,因为距离太近,她呼出的热气让我不自觉红了耳朵。 从远处看,她像是将我搂到了怀里。 这时,一道悲痛的声音响起,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我转头,看到沈君卓不可思议的表情,她印堂发虑,愤怒地看着我道, 白诗桥,原来你报复我的方式,就是去勾引简莹吗? 我吓了一跳,头脑急速风暴。 没过几秒,我便一把推开简莹,指着她的脸,含泪向沈君卓控诉道, 这就是你钱包夹照片上的女孩吧。 那我呢?我又算什么? 沈君卓看到我通红的眼眶,正了一瞬,随后换上一副了然的神情, 低沉的嗓音响起,白诗桥,记住你的身份,你只是个替身。 随后,她又含情默默地看向简莹,盈莹,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沈君卓。 简莹看了我一眼,然后客套地跟沈君卓握了握手。 这时虐闻剧情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沈君卓不知怎么想的, 把我拉到一旁,居高林吓到, 白诗桥,陪我和简莹逛街,她买一样东西,我就给你一万块钱。 我抽了抽嘴角,刚想拒绝,沈君卓不屑的声音又随之响起, 怎么,拜金女贤一万块不够?那十万块呢?你满意了吧? 即将拒绝的话语立刻被我咽到了喉咙里,我同情地看了一眼沈君卓。 刚到一家商场里,我就非常专业地带着简莹直奔一家高奢香水店, 然后非常专业地给她介绍了起来。 看着沈君卓错愕的脸庞,我邪魅一笑。 想不到吧,姐以前当过贵姐。 不但当过贵姐,我还是个宵贯。 简莹似乎真的很喜欢香水,我介绍一个,她就买一个, 不知不觉中,一排香水都要被我们搬空了。 沈君卓在后面拎着大包小包,脸都黑了, 她把我拉到一旁,刚想质问我,就被我先反客为主, 楚楚可怜道,看简莹一脸开心,君卓,你高兴了吗? 她杀伤力不够,我叹了一口气,又补充道, 只要你能开心,就算让我,让我照顾她也可以。 沈君卓原本的恼怒立刻消失,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在手机上按了几个数字,然后痴笑道, 行吧,真是下贱的女人。 手机叮咚一声,两百万道账, 我深情地凝视着她转身的背影。 两百万爱,家人们这可是两百万, 什么下贱不下贱的, 沈君卓就算说我左贱右贱都可以。 是乔,下午有空吗? 有个临时相亲,需要你替我去参加一下。 电话里,女人慵懒的声音传来, 我打了个哈欠,含糊道,婉拒了哈。 十万? 我的哈欠立刻没了, 一本正经道,沈总,刚才风太大, 我没听清您的话。 哎呀,一个相亲而已,浪费不了几分钟的。 我肯定帮您啊,对方明显被我逗笑了。 她随口问道,最近沈君卓的公司怎么样? 女人名叫沈婷月, 是男主沈君卓同父异母的姐姐, 也是原主理想抢夺男主公司的恶毒女配。 除了沈君卓的替身之外, 我其实还有另一层身份, 安插在沈君卓身边的密谈。 没办法,太多了, 沈婷月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与寇寇搜搜事还多的沈君卓相比, 这个霸总姐姐简直大放地要命。 于是,我一五一时地向她汇报, 沈君卓最近忙着追她的白月光, 都顾不上打理公司了。 则,我那件事短浅的弟弟啊。 沈婷月轻笑了一声, 给我转了个大红包, 然后继续鼓励我, 加油失桥,好好干, 升职加薪指日可待。 虽然是大饼, 但我立刻从床上起来化妆打扮, 没问题,阿瑟。 据沈婷月所说, 相亲对象是个跟她差不多大的豪门子弟, 两人很久之前见过一面, 她让我可以敷衍一点, 最好能把这场相亲举搅黄。 虽然话是这么说的, 但我还是戴上了大墨镜, 帽子还有口罩, 生怕对方认出我不是本人。 嗯,你就是那个张颜瑞吧? 相亲对象原本在看落地窗外的风景, 闻言, 她转过头来, 露出一张万分清秀可爱的脸, 沈小姐, 我叫裴颜瑞。 啊,不好意思。 我尴尬地扯了扯唇角, 然后突然感觉有些不对。 婷月姐明明说过, 对方是个花花公子啊, 但她怎么看起来这么, 清纯。 不等我细想, 裴颜瑞倒先嘟囔了一声, 怎么和我印象里的不一样。 听到这句话, 我立刻回忆了一下沈婷月的动作神态, 往那一坐, 无嘴娇笑道, 呵呵, 点菜了吗? 裴颜瑞点了点头, 身旁的服务员也很专业, 立刻把菜上了上来。 我摘下口罩, 开始用餐, 面前的男人忽然迟疑开口道, 沈小姐, 不摘掉墨镜和帽子吗? 我表面优雅地笑了笑, 告诉她, 个人的一点小小癖好罢了, 相信裴先生不会介意的吧? 内心却付菲道, 摘掉墨镜和帽子, 那我不就相当于, 奔。 裴颜瑞倒是颇为理解地点了点头, 一顿饭下来, 我们俩就没说过几句话, 我是因为人设, 他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加个微信吗? 这顿饭结束时, 裴颜瑞随口说道, 我不假思索地掏出个人二维码, 然后忽然觉得不对, 妈呀, 忘记切号了, 这是我的企业微信, 裴颜瑞扫二维码的动作也停住了, 他凝固了一会儿, 肯定地看着我道, 白老师, 我是裴金安, 裴金安, 这不是我前段时间做网络家教的学生吗? 难怪我说声音听起来有点耳熟, 兼职做多了, 随便拉个相亲的居然都是熟人, 我把墨镜和帽子摘下, 大惊失色地看着他, 你和裴颜瑞是什么关系? 裴金安眨了眨眼睛, 显然有些委屈, 屁哥相亲, 好家伙, 假伙遇到冒牌祸了, 这不是, 看出来相亲双方都挺敷衍的, 我摸了摸鼻子, 朝他勾了勾手指, 乖, 那咱俩算扯平了呀, 你别告诉你哥, 我也不告诉婷月姐, 好的, 白老师, 裴金安乖乖巧巧地答应了, 我穿着正装, 站在别墅门口, 困得想打哈欠, 半个月前, 我应聘了这个别墅的管家职位, 由于这个别墅根本没有人来住, 清闲得很, 没想到就在刚刚, 我接到了通知, 别墅主人的儿子要临时来这个别墅住一晚, 没过多久, 一辆全球限量的跑车缓缓开到了别墅门口, 车门被打开, 露出一张如刀削般的邪魅脸庞, 好巧不巧, 这个人我熟得很, 正是沈君卓, 我倒吸了一口气, 庆幸自己及时戴了口罩, 然后假装恭敬道, 沈少爷, 晚餐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我还没说完, 一双如脸偶般洁白的手便伸了出来, 搂住了沈君卓的脖子, 随后, 他们开始了十分激烈的法师热吻, My ass, 我立刻闭嘴, 扭头看向旁边的风景, 一分钟过去了, 十分钟过去了, 甚至半小时过去了, 两人依然旁若无人地亲吻着, 我腿都沾抹了, 不是, 你们嘴里是装了一个锡盘吗? 我和司机大叔对视一眼, 都尴尬地笑了笑, 就在我已经数到十万只蚂蚁的时候, 沈君卓终于不舍地放开了那个女人, 正当我输了一口气, 想要为他们指路的时候, 两个人又情难自禁地抱在了一起, 跌跌撞撞地边亲吻边走向别墅, 我只能跟在他们后面, 一脸沧桑, 外面灯光太黑, 我看不清那个女人的长相, 走到屋里, 我立刻认出了她是谁, 简盈, 你小子牺牲挺大的呀, 我老老实实地站在角落, 看着地砖, 余光撇到沈君卓把简盈按在沙发上, 眼看她手就要继续下滑, 啊这, 这是我不付费就能观看的场景吗? 就在我感叹事丰日下的时候, 简盈, 简盈她一个手刀就把沈君卓打晕了, 白小姐, 过来吧, 简盈戏谑的声音响起, 她嫌恶地用随身携带的手帕抹了磨嘴, 然后从包里掏出一盒安眠药, 毫不温柔地捏开沈君卓的嘴巴, 喂了下去, 见到这一幕, 我惊呆了, 若声开口道, 难道我, 我也是你们推中的一环吗? 简盈哈哈笑了两声, 她无所谓地摊了摊手道, 她涂我的财, 我涂她的色, 互惠关系罢了。 随后, 简盈又朝我勾勾手指, 小可爱, 姐姐这里有门生意, 想和你谈, 白石桥, 记住你的身份, 别妄想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 沈君卓不情不愿地挽着我的手臂, 冷冰冰道, 呵呵, 打工人怎么你了呢? 我翻了个白眼, 恰好与低头的沈君卓四目相对, 她愣了一下, 质问道, 你这是什么表情? 君卓, 我太伤心了, 眼睛都抽搐了, 我故意夹着嗓子, 声音嗲嗲的。 果然, 沈君卓很吃这一套, 她似乎很满意自己的魅力, 不再多问。 前几天, 沈君卓和简盈吵架了, 为了气她, 她故意让我作为她的女伴出现在今天的宴会上。 毕竟, 小说里原主和简盈分别是沈君卓的红玫瑰和白月光。 她喜欢简盈的言, 却不喜欢她的大小节脾气, 因此常常把温顺痴情的原主当作带餐。 君卓。 果然, 简盈的声音一响起, 沈君卓就立刻把我推开, 她诞生道, 自己逛吧, 别做出什么让我丢脸的事。 男人, 那还是你脚踏两只船, 更丢脸一点。 我吃了一声, 转身朝自住餐区域走去, 拿了满满一堆食物, 找了一个阴暗的角落坐了下来。 你以为我是生性羞涩吗? 不, 因为我是一名敬业的吃播。 我笑吟吟地拿起一只包好的虾, 边蘸调料, 边朝镜头介绍起来。 正吃得尽兴的时候, 身旁突然传来一个悠悠的声音, 白老师。 我被吓得枪住, 整个人止不住地咳嗽。 裴接安也吓了一跳, 连忙倒了一杯清水, 给我送了过去。 我喝了水, 感觉自己好一点了。 于是边咳嗽边怒吃到, 一日, 嗨嗨, 为师, 终生, 嗨嗨, 为父, 你就是这样对待, 嗨嗨, 你父亲的吗? 裴接安这小孩倒也实诚, 他一脸愧疚道, 对不起, 老师我错了。 我还欲说些什么, 会场里的灯, 却忽然全部熄灭了。 有人从后面捂住了我的嘴巴。 昏迷前一秒, 我的脑海里只剩下一个想法, 靠, 那块又大又嫩的虾肉还没吃呢, 只剥亏了。 再次睁眼, 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 想去接杯水, 却发现自己双手双脚都被捆绑住了, 动弹不得。 我一下子清醒, 猛地睁开了眼睛。 不睁不知道, 一睁下一条, 我居然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 面前还有几个看起来凶声恶煞的男人。 老大, 三个人全部醒了。 小地男正朝刀疤男如实会报道, 三个人。 果然, 我一转头, 就看到了身旁同样被捆的严严实实的简营和裴金安。 呵呵, 真有趣。 刀疤男阴阳怪气地笑了笑, 拍拍手道, 沈君卓, 你怎么也想不到吧, 有一天你的两个小情人都会落在我手上。 文言, 我一脸疑惑地在周围扫尸了一圈, 然后十分礼貌地出声询问, 等等, 你口中的沈君卓在哪? 刀疤男似是没想到我会突然开口, 愣了一下, 然后笑得更愉悦了。 哈哈哈哈, 沈君卓呀, 沈君卓他害得我家破人亡, 他手上欠了我这么多条人命, 现在该是让你们还债的时候了。 哦, 原来是沈君卓的仇家呀。 刀疤男这三句话不理沈君卓的样子,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他的身贵呢。 这位大哥, 你确定是沈君卓让你家破人亡, 而不是别人? 刀疤男一下子急了, 他朝我怒吼道, 他那无耻的行为,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沈君卓绑架了? 而是绑了我们三个。 本来以为你脑子不太好, 这样看也挺正常的呀。 刀疤男被我气得面色扭曲, 他大步向我走来, 然后狠狠地扯住了我的头发, 想给我点教训。 然而, 在与刀疤男嘴炮的那五十一秒钟, 我早已靠我精湛的手艺 给自己的双手双脚结了绑。 于是我双手撑地, 一跃而起, 稳稳地落在了地面。 刀疤男的手里, 只于一顶油光满面的假发。 其实, 我还是一名coser, 为了更好地cost各种角色, 我在前段时间干脆将头发剃成了寸头。 为了不那么引人注目, 我依然履行着替身的职责, 每天都戴着沈君卓最爱的那一款黑长指甲发。 而现在, 我脱掉爱事的外套, 露出礼裙下一层结实的肌肉和大花壁, 兴奋地盯着肌肉难道。 想不到吧, 我曾经也是个绑匪, 嘿嘿嘿。 看到我的肌肉, 简营的眼睛瞬间亮了, 他嘟着嘴撒娇道, 白小姐, 我的手腕都被这群臭男人勒疼了, 你帮我狠狠地揍他们, 我给你我的亲笔签名。 而裴金安很有法律意识, 他看着我欲言又止, 白老师, 悠着点, 别把人给打死了, 留一口气就好。 文言, 刀疤男拎着假发, 满脸惊恐地看着我, 他喃喃自语道, 这, 这都是什么人啊? 熟练地将最后一条绳子打了个结, 我看着地上被绑作一团的绑匪们, 和善道, 说说吧, 你们原本的计划是什么? 绑匪和人质的角色瞬间逆转, 刀疤男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他老实道, 我们原本是想和沈君卓视频通话, 敲诈勒索他一番, 然后再把你们俩个嘎了, 让他悔恨终生。 回想原文剧情, 我隐约记得好像是有这一段, 绑匪让沈君卓二选一, 然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减赢, 那他呢? 绑架他干什么? 我指着裴金安, 非常好奇, 我们要绑架你的时候被他发现了, 就买二送一一起, 带回来了。 裴金安摸着鼻子, 有些腼腆, 白姐姐, 我不会打架, 乖。 我摸了摸他的头, 笑道, 不会打架, 那就从今天开始学, 面前的一排男人正是你的免费沙袋。 白姐姐对我真好, 裴金安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简盈也举了举手, 不甘示弱道, 我也要我也要, 没问题。 我十分慷慨地回答道, 毕竟我可没有忘记, 这些男人原本的意图是想将我们嘎了。 我戴上从绑匪那里抢来的黑色头套, 只露出眼睛, 接下来还要麻烦简小姐配合一下。 我让刀疤男打开和沈君卓的视频通话, 对面秒接, 我将镜头对准地面上昏迷的简盈, 粗声粗气道, 沈君卓,你的小情人们都落在我手上, 要想救他们就往银行卡, 我还没说完, 沈君卓就打断了我的话, 他双目通红, 嘶吼道, 我选简盈, 不要伤害他。 把白石桥留下, 他随你们怎么处置? 我懂, 我都明白, 我是选项意, 我是Plan B, 是分叉的头发。 是, 后面忘了, 其实我感觉沈君卓有时也蛮厉害的, 每句话都能和原文里的脑残剧情对上, 我露出一个阴瑟瑟的笑容, 道, 这两个人已经捆绑了, 沈君卓, 你要想就减赢, 就要额外支付白石桥的赎金。 为什么? 沈君卓追问道, 非要我给出一个答案, 我掷地有声地回答他, 因为今天是疯狂星期四, 买一送一。 你要多少? 沈君卓沉声道, 你公司10%的股份, 不可能, 他秒句, 这时, 简盈微弱的声音从地面上传来, 君卓, 沈君卓立刻改口道, 只要能将他安全地送回来, 这点小小的股份又算得了什么? 我翻了个白眼, 沈君卓对简盈如此深情, 可不只是因为他是白月光的原因, 更因为简盈和他一样家大业大, 对他公司的发展很有帮助。 男人啊, 现实得很, 当沈君卓往我的不记名银行卡里打了一千万时, 我迅速挂掉了视频, 然后又快速地给那些绑匪结了绑。 绑匪们面露狂喜, 还不带他们反扑, 我给简盈和裴金安使了个眼色, 三个人齐刷刷地倒在了地上。 下一秒, 警铭声传来, 警察们破门而入, 将绑匪们一网打尽。 刀疤男惊慌失措, 指着我道, 警察同志, 你们抓错了, 那个人才是真正的绑匪。 警察给他铐上手铐, 冷哼道, 这鬼话我都听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去局子里慢慢说吧。 刚才那一通视频, 沈君卓估计已经找人定位出了我的位置, 于是我先发制人, 提前拨打了110。 毕竟我还有另一层身份, 热心市民白女士, 除恶阳善意不容辞。 前脚我刚被送到医院的病床上, 后脚我就醒了。 这熟悉的医院, 我前几天不正是在这里应聘了手术助理吗? 医院还让我明天来上班呢? 不料我刚打开病房门, 一个路过的医生就匆匆忙忙地把医护符递给我, 我有印象, 你就是那天面试成功的那个是吧? 刚好有个小手术需要你来协助一下。 我懵懵懂懂地换上医护符, 跟着他进了手术房。 医生, 我命令你把这个女人给我治好。 救命, 怎么又是沈君卓?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那手术台上的女人是减嬴吧? 我宁愿看错, 主治医生擦了擦她头上的汗, 满脸恭敬道, 沈少爷, 简小姐, 她检测出来没问题, 不可能, 她已经一个小时没跟我说话了。 她昏迷了你知道吗? 沈君卓双手抱头, 像一头困兽, 在房间里怒吼。 这很难评, 因为简嬴跟我说她昨天在棋牌室通宵打了一夜麻将, 我怀疑她现在应该是睡着了。 主治医生表面上将我们聚在一起讨论, 实际上在暗暗吐槽, 这还公司总裁呢? 怎么跟个沈? 主治医生说到最后, 沈子一不小心说大声点了, 沈君卓不知怎么就捕捉到了这个字眼。 她情绪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浑身发抖, 肾, 一定是盈盈的肾出现了问题。 沈君卓立刻扯着旁边助理的领带, 生思力节道, 把白石桥给我喊过来, 我要让她给盈盈换肾。 文言, 我虎屈一阵, 满脑子问号, 助理为了活命, 立刻拨打了我的电话号码。 于是, 伴随着优美的手机铃声, 我裤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好运来, 我们好运来, 整个手术室都安静了。 我嘎笑着, 朝沈君卓挥了挥手, 哈哈, 君卓, 好久不见面。 沈君卓一下子冷静了下来, 他质问我, 白石桥, 你怎么在这里? 然后他又自问自答道, 呵, 你这种恶毒女人, 专门混进医院里来害盈盈的吧? 没想到你为了得到我, 居然使出了如此下作的手段。 没想到沈君卓连理由都给我找好了。 他真的, 我哭死。 沈君卓又换上一副冷酷的神色, 他用命令的口吻对我道, 白石桥, 你的慎能哥给简盈, 这是你的荣幸。 我闭了闭眼, 一把夺过主治医生手里的镇静剂。 这镇静剂, 原本是他怕简盈出事, 特意留着的。 而现在, 我面色猙獰地朝沈君卓扑了过去, 注射进了他的身体里。 终于, 沈君卓倒下了。 世界终于安静了。 我将镇静剂拔出来, 朝所有人微笑道, Sorry, 我是一个会发疯的女人。 大家纷纷为我竖起大拇指, 我喜极而泣, 果然这个世界, 还是正常人居多呀。 自镇静剂一战后, 沈君卓这一个月, 都没有联系过我。 当我以为我要单方面被解雇时, 他又给我发了条短信, 白石桥, 明天中午十二点, 来某某大酒店, 跟我结婚。 随后, 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爱你。 这, 玩的就是刺激。 虽然不知道沈君卓打的是什么主意, 但绝不是一个对我有利的主意, 因为他根本没有派任何助理跟我联系, 甚至没让人给我送来婚纱。 无所谓, 为了当替身的那一点工资, 我穿了件白色西服和白色拖地蓬蓬裙, 就出发了。 酒店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 当我推开门时, 许多人都诧异地回头看我, 小声嘟囔道, 听说沈总在外还有一个情人, 不会就是这位吧? 今天是沈少爷和简莹小姐成婚之日, 他来这里只会出丑。 我一步步走上前, 看到了穿着高定西装的沈君卓 和在他怀里一脸娇羞的简莹。 看到我, 沈君卓痴笑一声, 故意拿着话筒冷冰冰道, 白诗桥, 不要再纠缠我了。 我最爱的女人已经回来了, 你可以滚了。 事到如今,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沈君卓故意叫我过来, 为的就是当众羞辱我, 塑造我疯女人的形象, 好给他自己出一口恶气。 他以为我还是原来的白诗桥, 是小说里那个 他随便一句 我爱你就能被哄骗, 被虐身虐心的单纯女孩。 笑死, 替身只是我九十九个兼职中 最普通的那一个而已。 文言, 我一口气脱下身上的白色拖地蓬蓬裙, 露出里面的西装裤, 然后抢过他手里的话筒, 站在中央激情澎派道, 我是今天的金牌司仪, 让我们恭喜这对新人。 所有人都愣住了。 我从容不迫地继续主持道, 现在, 有请新郎心, 互相交换戒指。 沈君卓还在愣神中, 简营推了他一把, 称道, 发什么戴啊, 赶紧给我戴戒指啊。 台下简营的亲戚 都紧紧盯着这一幕, 沈君卓虽然面色难看, 却还知道这是婚礼现场, 于是他拿出戒指, 想要给简营戴上。 不料, 戒指刚套到简营的手指上, 他就狠狠地将戒指重新拽出, 然后扇了沈君卓一巴掌, 立声道, 沈君卓, 你配吗? 你这种人也配及我戴戒指吗? 场面急速反转, 台下观众嘴巴都张成O形, 请来的记者则是兴奋地上蹿下跳, 连连拍照。 沈君卓捂着脸, 呆呆地看着简营, 有些懵, 盈盈, 你, 简营打了个响指, 大屏幕上立刻浮现出 沈君卓和我拉拉扯扯的照片, 拍摄的角度很妙, 他和我的动作都显得无比暧昧。 简营冷笑一声, 然后拉起我的手, 铿锵有力道, 沈君卓这个三心二意的男人, 表面上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个, 实际上早就耐不住寂寞, 偷偷劈腿了这位白小姐。 最重要的是, 他还对白小姐谎称自己是单身, 对我则说是白小姐主动勾引她的, 营造出一幅白小姐厚颜无耻纠缠缠她的景象。 简营又让人播放了一段录音, 音频里, 沈君卓的声音隐隐约约传出来, 你放心, 我没有那么喜欢简营, 等我和她商业联姻后, 这些股份都是你的, 我拿起话筒, 附和道, 幸好简小姐及时发现不对, 联系了我。 我和简营对视一眼, 一口同声道, 今天, 我们就要在这个重要的日子, 手撕扎男。 沈君卓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们, 但她不蠢, 很快就愤怒道, 好啊, 你们两个女人居然联合起来污蔑我。 她指了指简营的肚子, 扯了扯嘴角道, 简营, 你肚子里可是已经有了我的孩子, 要不是你未婚先孕, 我也不想这么快和你结婚。 记者哗然, 今天的瓜, 有点多啊。 简营犀利反问, 沈君卓, 你确定孩子是你的吗? 连八块腹肌都没有的家伙,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跟你春宵一度? 这个孩子, 是我人工受精的, 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是我一个人的孩子。 简营不知从哪里抽出来一张证明书, 狠狠甩在了沈君卓的脸上。 我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 我们三个人加起来八百个心眼, 简营401个, 沈君卓401个, 而我负两个。 原来, 简营这次归国, 除了为了完成她娱乐圈的梦想外, 还为了夺回家业。 简父简母年纪大了, 想把家业全部交给简营, 而简家人对她的能力表示质疑, 于是故意将她要回国的消息放给沈君卓, 想让她早早嫁人。 无奈简父简母态度坚决, 简营的堂弟只能私下找到沈君卓, 与她达成了协议, 约定等自己上位后, 就给沈君卓简家公司的一定股份。 沈君卓喜欢简营, 但不喜欢她过于骄纵的性格, 有意想打压她, 再加上她很欣赏这位堂弟, 于是自然而然地就同意了这份协议。 作为沈君卓公司里的密谈, 我自然是随身携带录音笔, 将这一段录了下来, 发给了真正的老板沈婷月。 而沈婷月和沈君卓是竞争关系, 她私存了一下, 立刻发给了简营。 于是, 简营将计就计, 策划了今天这一场大戏。 为什么选在今天呢? 据她所说, 还能蹭一波婚礼的热度, 让她在娱乐圈更有话题度。 果然, 婚礼结束没多久, 关于这场婚礼, 各式各样的花边新闻就出现在网络上。 其中, 我脱下婚纱化身私仪, 简营扔戒指。 我们两个手拉手撕渣男的视频, 更是让网友直呼666, 惊呆了全程无辞尽。 姐姐们好棒, 简营之前演过的角色剪辑直接上了热搜, 狠狠涨了一波粉。 而网友们则是将我的账号扒了个底朝天, 什么美妆博主啊, 吃播啊, COSER啊, 各个平台各个账号全被罢出来了。 网友们都震惊了。 原来这些, 都是你。 姐姐, 你还有什么不会的事情吗? 对此, 我谦虚地摆摆手, 回应道, 嗨, 我只是个平平无奇的斜杠青年罢了。 沈君卓脚踏两只船的事情一出, 沈家公司的股票直线下降, 沈婷月趁机拉拢了公司里的一些股东, 把人挖到了他的那家公司。 沈老爷子终于开始重视我了。 沈婷月拿起酒杯, 抿了一口, 闷闷不乐道, 明明从小我展现出来的能力更优秀, 但老爷子就是更宠爱沈君卓那个自大狂。 不只是沈老爷子, 大家好像都更信任沈君卓一点。 对我的期望就是早日找个门当户对的联姻。 据沈婷月所说, 沈君卓其实是沈老爷子的私生子, 本来他的出生是不应该被沈家所承认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格外喜欢他。 我垂下眼眸, 心道, 因为, 他是不讲道理的狗血文男主啊。 因为这是一篇狗血文, 所以原主即使被虐身虐心999章, 也要为爱情让步。 在最后一张原谅男主, 做男主的顶级舔狗。 因为这是一篇狗血文, 所以沈婷月明明是家族长女, 明明能力卓越, 却因为要夺回属于他自己的公司, 而被冠上恶毒女配的称号, 并且下场凄惨。 因为这是一篇狗血文, 所以原文简淫明明是归国的豪门大小姐, 却要在明知沈君卓找了替身的情况下, 和原主辞敬, 就为了一个男人, 最后被沈君卓咽起, 同样下场凄惨。 幸好, 现实的他们都很清醒, 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中杀出了一条自己的血路。 作者大大, 这篇文完结了吗? 电脑上突然跳出一条评论, 我瞥了一眼, 来不及回复, 而是继续构思着最后的大结局。 既然都穿越到了这本狗血霸总文里, 我干脆回忆起原文情节, 两个月前在网上连载起了小说, 毕竟来都来了, 写到就是赚到。 只不过, 我删除了那些狗血元素, 比如小白花女主在霸总 要对她霸王硬上弓的时候意识到不对, 立刻报警, 警察赶来把霸总抓了。 比如恶毒女二发现和她有婚约的霸总 出了这种丑闻, 立刻怀疑霸总的人品, 解除了婚约。 比如女三, 也就是霸总姐姐把握这个时机, 踹掉霸总, 自己上位。 电影《小妇人》里面有这样几句台词, 我只是觉得, 女性她们, 她们有思想, 有灵魂, 不是仅仅只有感情, 她们有野心, 有才华, 不是仅仅只有美貌。 我受够了人们说, 女人只适合谈情说爱。 我受够了。 敲下小说里的最后几个字, 我按下回车键, 然后找到刚才那条评论, 并回复了那位读者, 尊贵的会员, 全文已在一分钟前完结。 我忘不了五天前, 我满心沉浸在求婚的浪漫氛围里。 王线却突然对我说, 宝宝, 你也知道我家没啥钱, 我妈的身体也不太好。 彩礼, 我家只有两万八, 可以吗? 再多可就要我全家的命了。 我知道你不是其他那些虚荣的女孩, 非得在彩礼上攀比。 我那时脑子有一瞬间的空白, 不知道用什么态度回复。 我家坐标北方二线城市, 结婚大多是十五万左右, 彩礼十五万嫁妆, 全部都给小夫妻当作新家启动资金。 这个价位, 王线心里清楚。 两万八这个数字只让我感到羞辱, 甚至不敢我爸妈开口提及。 可今天, 在王线给我买的红糖浆茶, 让我猛然察觉, 自己大姨妈已经推迟了一周没来。 我慌了。 一边给王线发信息, 我大姨妈还没来, 是不是中奖了, 一边用手机赶紧挂妇产科的号。 突然, 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电话。 我接起, 王线妈妈李东梅的声音传来。 小夕吗? 我是王线妈妈。 我礼貌地回了一句, 阿姨好。 可下一句, 这可能成为我未来婆婆的女人, 直接把我按在地上羞辱。 小夕啊, 听说你有了, 我先恭喜你啊。 阿姨想跟你谈谈彩礼的事情, 王线说, 你觉得少了, 现在年轻人不都流行男女平等吗? 彩礼那都是封建糟粕, 老黄厉了。 我忍王线, 那是因为她是我交往了两年的男友, 我就见过你一次, 好意思来跟我说嘴。 阿姨你的意思是, 两万八, 不给了。 对方奸细的声音传来, 现在你都有了我们老王家的后了, 还聊这些有的没的, 不是耽误时间吗? 我愣住了, 潜藏的大小姐脾气一下子上来了。 我冷笑一声, 你让王线来跟我说。 说完, 我就挂断了电话, 开车就去医院了。 一路上, 王线给我打了无数次电话, 我都没接。 我爸妈一直不满意王线的家庭条件, 但偏偏, 我喜欢他这个穷小子, 已经让不说, 按照市场价格来就行。 现在, 一会儿给我来个两万八这种羞辱人的数字, 一会儿知道, 我怀了, 连这点钱都不给了。 我实际愤怒, 又庆幸, 愤怒被男朋友这么看不起, 又庆幸我家的条件, 王线从未真正了解过。 可当化验单出来后, 我一看, HCG指标正常。 这难道是? 我心急地跑去诊室, 医生, 您帮我看一下, 这个意思是, 医生看我气喘吁吁的样子, 安慰到, 没怀, 别心急, 孩子以后会有的。 我顾不上解释医生的误会, 继续追问, 那我怎么好几天没来月经? 可能是内分泌紊乱, 你注意别熬夜, 清淡饮食, 不要多思多想, 如果半个月后还不来, 就再去内分泌科挂个号看看。 然后, 连药都没给我开, 就让我走了。 合着, 不是怀孕, 是那晦气的两万八, 给我堵住了。 王线的电话再次打来, 我按下接通。 我那句分手还没说出口, 王线他妈的声音 又通过电话爬来了。 小夕, 检查怎么样? 大夫说是男是女了吗? 旁边王线微弱的声音传来, 妈, 哪有这么快的? 你懂什么? 有些老中医, 刚怀的时候就能给号出来, 问问怎么了? 我一个字没说, 母子俩在那跟俩大傻子似的, 聊得还挺开心。 王线透着得意的声音传来, 嘻嘻, 我跟我妈聊过了, 两万八还是给我们。 咱们用这个钱, 婚后一起买个车, 我看单位那些同事, 上班都得开个车。 你觉得怎么样? 我心里冷哼一声, 两万八的车。 然后李东梅声音又传来了, 小夕啊, 这钱既然给你, 那就得花在刀刃上。 我儿子结婚之后不能没个车开, 剩下的钱你加补就行了。 我懒得纠缠, 冷冷说道, 王线, 我们分手吧。 屏幕那头, 王线愣了一下, 随后有些恼火起来。 你说什么? 你要跟我分手。 就为了彩礼, 你就要跟我分手吗? 你家到底是嫁女儿, 还是卖女儿啊? 何悉,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跟我分手。 还有谁会要你? 王线的话, 让我手上的指甲 狠狠地掐进肉里, 胃里也直犯恶心。 这几年, 我大概是真的耳逼, 没看清身边的男朋友, 是个豺狼。 我不回答, 电话那边李东梅又开始了, 张着破罗嗓子喊得直阵耳朵, 小贱人你吓唬谁啊? 还敢提分手, 现在你说了, 可不算了。 反正你肚子里, 怀着我老王家的肿, 就算死也是我们老王家的鬼。 你耽误我儿子这么久, 青春现在说分手。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打掉我大孙儿, 我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被我儿子玩过的烂货。 破血, 看你一家子出门, 被不被人戳几两股。 我生平第一次被人骂这样难听的话, 我本可以直接拉黑王线跟李东梅的电话, 然后老死不相往来。 但我现在不想这么做了, 我特么咽不下这口气。 他们母子居然以为我怀孕了, 就变着法地欺负我, 如今居然还威胁上了, 敢分手, 就让我身败名裂。 见我一直没回答, 王线对着电话对我说道, 小夕, 你想通了吗? 声音里透着说不清的威胁。 我看着手里检查单上的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HCG值, 对着手机轻声说道, 想通了。 王线得意的声音传来, 那就好。 我也冷淡地回了一句, 好。 然后, 我把手里的化验单钻成一团, 扔到了垃圾桶。 从网上下载了一个确定怀孕的B抄单, 辟上了自己的名字。 宫内早孕, 35天。 王线, 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 但我会让你知道, 你即将要付出什么。 我把辟好的化验单打印出来, 没再跟王线提分手的事情。 第二天一大早, 王线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说要接我去见李东梅, 一块吃顿饭。 何悉, 你昨天说那些话太伤人了, 你一会得跟我妈好好道歉, 她昨天差点气得犯心脏病,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就是彩礼少点吗? 你要是真怕你爸妈那光顾不去, 你手里应该还有点积蓄吧? 都添在彩礼里头呗, 这样咱们两家都有面子, 你说呢? 我说, 我说啥? 真特么是小刀拉屁股, 开了眼了, 你家出不起彩礼, 让我拿我自己的积蓄出来, 给你冲面子。 不过这种感觉, 好熟悉。 我突然想到, 之前我和王线一块出去吃饭的时候, 也是这样, 他说, 大男人不能让女人结账, 别人该笑话他吃软饭了。 所以, 他每次都先让我把饭钱转给他, 然后他再去前台结账。 有一次买奶茶, 我没给他转钱, 他送我到我家楼下, 临走的时候都不忘提醒我一句, 你的那杯十三, 好一个软饭硬吃啊。 这种事, 以前我没往心里去, 现在看透王线的嘴脸以后, 才发现他形势中处处都透露着精明算计和小气。 他家里是农村的, 不算偏, 但是很远, 等我们下车的时候都已经下午了。 明明是他家叫我去吃饭, 结果进了屋, 却连点热呼气都没有。 我一进门, 他妈看到我, 搭拉着眼皮点点头, 就算是打过招呼了。 感情这不是接我过来吃饭的, 上来就给我个下马威。 他盘着腿往炕上一坐, 下把威抬, 来了。 小姑娘, 想通了就好, 以后, 咱们还是能好好过日子的。 听王线说, 你不会做饭, 不会没关系, 我教你, 一会我做饭你就在旁边打打下手吧, 顺便学一学。 我说了一句, 我学不会, 以后可以请阿姨。 李东梅粗大的嗓门, 一下子叫出声来, 横眉冷对地盯着我, 不会做你还不能学吗? 不然以后结了婚, 谁做饭呢? 我儿子可是不会进厨房的。 媳妇还没取到手, 就想让我学做饭, 伺候他儿子。 王线他妈的脸, 顿时就黑了下来, 不赞成地瞪了我一眼, 你一个月才赚多少钱。 王线的工资以后还要交给我。 我知道你家里条件还行, 但现在既然你要进老王家的门了, 以后就不能大手大脚花钱。 还好你家有个房子, 否则就你那点死工资, 攒几辈子才能付得起首付啊。 我憋了一肚子的火, 感情我爸妈给我的宠爱, 成了为他家正的。 他家没男人吗? 我假意服从, 好的, 都听您的。 李东梅见我服软, 这才恢复正常。 行了, 我也不是要埋怨你的意思, 多跟我学着点, 以后好好伺候我儿子就行。 他妈以为我是自残行贿了。 我故意趁着李东梅在厨房时候, 把化验单放在了桌上。 他妈妈端着盘花生米出来, 看见化验单, 笑得眉飞色舞。 连说话都更硬气了。 何惜啊, 你应该知道怀了我们老王家的种意味着什么吧? 女人不自爱, 就像烂白菜。 也就是, 我儿子不嫌弃你是个随便的女人了, 这福气不是谁都有的, 你可得好好珍惜。 这福气给你, 你要不要啊? 要是没有随便的男人, 靠女人自己想怀孕也挺难的吧。 他妈被我噎了一下, 眉头皱得都能夹死一只苍蝇了。 那, 那也是被你这种女人给勾引的。 坐在饭桌上, 他还没忘了继续说叫我。 我们下江的女人, 就是要以男人为天, 以后你嫁给我儿子, 就要贤惠一些, 那些家务什么的, 可不能让他碰。 还有, 我们家很开明的, 绝对不逼着你在家做什么全职主妇, 你只要能把我儿子和大孙儿照顾好了, 想上多久的班都行。 呵呵, 这是又让我当保姆, 又想让我出去赚钱啊。 拉末的驴都没有这么使唤的。 我夹菜的筷子一顿, 看向他, 真不好意思, 我是长江上游的。 李东梅啪地把筷子往桌上一摔, 脸又搭拉下来了。 王线不悦地责了一声, 何悉,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赶紧给我妈道歉。 好家伙, 就这么一句, 就开始给我白脸。 我越发好奇, 接下来他们还能做点啥。 他妈摆摆手, 压根不在乎我脸色有多阴沉。 他把身子往以背上一靠, 双手插腰, 摆出一副无所顾忌的姿态。 何悉, 我可告诉你, 你别以为怀了我王家的肿, 就能嘚瑟上天了。 我儿子这么优秀, 我是看你勉强还算配得上, 才允许你进我家的门, 否则, 就算你怀了孩子, 也是没用的。 要是我们王家不要你, 吃亏的可是你。 随随便便就跟人上床, 还怀了孩子, 传出去, 还有哪个男人, 敢要你这个破浪货啊? 我紧咬着嘴唇, 尽可能地控制自己的表情。 他看我浑身颤抖, 以为我是在害怕, 更加得意了。 买车的事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还有我看你背的那个包, 不便宜吧? 以后就别买这么好的包了, 几万块买个这破玩意有啥用啊? 不顶吃不顶穿的, 还不如拿来给我儿子置办几身衣服, 他穿得好点, 你脸上也跟着沾光。 还有你明夏那个房子, 王线扯了一下他妈的袖子, 让他适可而止。 我冷冷地看着他, 等着夏文, 我名夏是有一套房子, 不过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李东梅没管王线的眼色, 自顾自地往下说, 那套房子就卖了吧, 等你俩结婚以后, 再换一套新的, 写你俩的名。 我简直要气笑了, 想把婚前财产变成婚后财产。 还好我当时听我爸的留了个心眼, 只告诉过王线这一套房子, 否则要是让他家知道, 我家这样的房子还有几十套, 还不得趴在我和我父母身上吸血。 我恨不得现在就把真正的孕简单 甩到他妈脸上, 告诉这俩傻逼我根本没怀孕。 但我克制住了,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必须要让他们母子吃点苦头。 李东梅说到最后, 话题又转回到彩礼上。 西西, 你家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嫁妆总不会太少吧, 准备给多少啊? 我心里一合计, 随口说了一句, 五万。 这都快赶上他家两万八的两倍了, 应该够意思了吧。 结果他妈眉毛一粒, 狠狠地白了我一眼, 何西, 你是你爹妈亲生的吗? 不会是拿捡回来的野种吧? 结个婚才给五万, 你妈连个带把的都没生出来, 留那些钱在手里有啥用, 还不如都拿出来给你赔送当嫁妆呢, 回家你可得好好劝劝你父母。 我都气笑了, 我家出五万叫不是亲生的, 你家出两万八呢? 冲话费送的。 吃完了饭, 李东梅破天荒地说要送送我俩, 我当时就觉得他没安好心。 果不其然, 这一路上但凡碰见个乡亲邻居, 他就要把我拉出来介绍一番。 我仗红了脸, 死死地咬着嘴唇, 听他在外人面前夸耀贬损。 这是我未来儿媳妇, 成里人, 也是大学生。 这不是吗? 跟我儿子回来看看我, 还特意买了一堆东西呢? 对面的大婶满脸羡慕, 连连夸她是个享福的命。 哎呦, 想啥福啊? 要不是我辛辛苦苦 把我家王县拉扯成才, 能找到小夕这样的 本地的姑娘当儿媳妇吗? 车房都不用我家操心, 还是我儿子有能耐。 对了, 王嫂你家儿媳妇之前 坐月子下奶的那个偏方 还有没有了? 我这儿媳妇也怀了, 这几天正要抓紧半喜酒呢? 不然肚子大了, 穿婚纱不好看。 你要是还有那个偏方, 可得想着给我啊。 我看着李东梅在乡亲邻居面前, 大张旗鼓地宣扬我怀孕。 刚才她提到半喜酒, 大肚子还特意转过身撇了我一眼。 这是变招法地回我名誉, 逼我赶紧办婚礼卖房子呢? 我看够了这个老前婆在这继续做法, 冷不丁地在旁边说了一句, 婚宴不着急, 阿姨, 我都不怕大肚子丢人, 你就不用替我操这个心了。 李东梅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在乡亲面前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不敢说出更难听的话, 怕有损她老王家的名誉。 等到临上车的时候, 这老太婆才终于憋不住了。 这几天找个时间, 让你爸妈出来一块见见面吧。 我随意找了个借口, 他们工作挺忙的, 没时间。 他妈急了, 语气不容置会, 忙啥? 啥是能有我大孙儿重要啊? 再忙也得请个假, 赶紧商量着把你俩的酒席办了, 正也得赶紧领, 要不我大孙儿生出来落户口咋办? 就这么定了。 我回家把这事告诉我爸妈。 我妈顺手拎起她的高尔夫球棍, 骂骂咧咧地要给俩人开瓢。 妈的两万八, 做一次脸都不够, 还想把我宝贝大闺女取走。 我爸一言不发, 冷着脸坐在沙发上, 一边抽烟, 一边皱着眉生气。 本来他俩不愿意去, 但后来被我说服了。 用我妈的话说, 她也想亲自看看这王家人 到底要起什么幺蛾子。 王家人凭着不要脸一次次地坐见我, 被这样的无赖缠上, 不如先顺着他们的意思, 静观其变。 等到找准机会再将他们彻底铲除, 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否则还不知道那老前婆又会做什么腰。 我给王线打电话, 说已经订好了餐厅, 周末我们两家人一块吃个饭。 他在电话里连连夸我懂事, 一口一个宝宝, 叫得我想吐。 周末, 我们两家人坐在饭桌上, 吃饭吃到一半, 我家里人还没有提婚宴的事。 李东梅终于憋不住了, 我说亲家, 你们可得想好了, 再不办, 你家闺女肚子可就大了, 到时候丢人的可是你们家。 李东梅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 看起来对这是十拿九吻。 他就吃定了, 我家里人会顾及我的名誉。 就我妈那脾气, 听完这句话立马就变了脸, 手里的筷子捏得咔咔直响。 要不是因为我爸拦着, 我觉着我妈都想冲上去 把筷子插到他俩脑袋里。 比起我妈, 我爸就沉稳多了。 当然, 也可能是因为我父母都知道 我根本没怀孕的事, 所以丝毫不慌。 我爸冷冷地看着对面, 你们还有什么想法? 都说出来我听听。 李东梅一听这话, 觉得自己得逞了, 脸上露出得意之色, 说起话来也就更有底气。 他骄傲地挺直了腰板, 拍了拍王线的肩膀, 我儿子, 研究生, 三代单传。 生的时候大馅儿就算过了, 有魁星罩着, 以后是当官的命。 你这女儿, 不过一个本科, 占便宜了, 我们亲戚也不多, 就十桌, 酒席前你们总得出吧。 我也不挑, 五千一桌以上就行, 不用跟其他人一样, 还得一桌上万。 反正就一个要求, 这酒席上, 茅台不能少, 只有这个酒, 才能衬托我家王线的身份。 我爸一算, 这是准备白嫖十万啊。 他静静地没开口, 只是瞥了我一眼, 意味明显, 你看看你找的这家子 是个什么货色。 我捏得植骨咯咯作响, 李东梅的不要脸程度 真是又创历史新高。 但他妈的要求还没提完, 他瞧了一眼我爸的神色, 一看我爸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他乐了。 亲家公, 既然这酒席的事你们没意见, 那就再说说房子和车的事。 我儿子上班的话得开个好车, 你今天开过来, 那辆就不错, 二手的我们也不嫌弃。 还有房子, 小两口结婚得有婚房吧, 但我没啥要求, 就把西西名下那个卖了, 你们再填点, 婚后随便买一栋地段 差不多的就行了。 我爸怒急返校, 反问道, 你这意思, 前前后后算下来, 我们嫁女儿, 还得倒贴二百多万。 王献他妈被噎了一下, 眼珠子一转, 猛地提高声音, 那不得问你闺女吗? 婚前就怀孕, 能是什么好苗子? 我儿子可不一样, 不干着埋态事。 你们赶紧的, 要是不想结, 那你闺女堕胎去, 到时候被人指着点点, 可怨不了别人。 我儿子愿意娶, 那也是看在两个孩子有感情。 我爸妈已经气得说不出话, 我看到我妈手都哆嗦了, 像是极力忍耐着, 我爸握了握她的手, 她面色才缓和下来。 我见不得爸妈受这窝囊气, 故意开口恶心这老钱婆, 阿姨, 我听说女方家给这么多钱的, 这叫入赘啊。 你这是打算卖儿子吗? 还是准备以后孩子随我姓? 李东梅一听这话, 一下子火了, 跟你姓? 凭什么跟你姓? 我大孙儿可是我老王家的种, 要是没有我儿子, 你自己能生出个屁来。 我爸叹了生气, 跟我对视一眼。 我从这一眼里, 读出我爸的心疼, 对我不争气地责怪, 但更多的却是无奈。 我爸点点头, 我们回家再考虑考虑, 婚宴不是小事, 得思虑周全。 王献他妈这才满意了, 加了一筷子红烧肉塞进嘴里, 满嘴流油地笑了一下。 亲家能想通就好。 这顿饭吃完, 李东梅挺高兴, 喝了不少酒。 结账的时候, 我听见他站在门口 拉着王献的胳膊说话。 儿子, 你说, 妈是不是要少了? 他家咋答应得这么痛快呢? 妈, 你今天有点过火了, 你没看见西西他爸妈 都不高兴了吗? 李东梅压低了声音, 你这傻小子, 妈这是帮你试探试探他家条件, 顺便帮你添拔火, 他家条件那么好, 就计就计, 咱家那还不是应该的吗? 再说了, 那俩老不死的高不高兴, 关我啥事, 要是惹急了, 他家闺女嫁不出去, 看谁丢脸。 我儿子这么优秀, 配他闺女真是亏了, 就是找个条件再好点的我儿子, 也配得上。 就你儿子这硬件条件, 一百七十出头的个儿, 卖两百多万还嫌少。 他这废无恙, 别说车子房子, 一杯奶茶前, 我都嫌亏得慌。 真他妈是会所里的鸭, 都没你俩会要嫁。 这顿饭吃完, 王线在他妈的瘦意下, 每天来找我嘘寒问暖。 但我还是发现了一丝猫腻, 王线最近经常给一个女生的朋友圈点赞。 女人的第六感准的初期, 我趁着王线去上厕所的功夫, 解锁了他的手机。 果然, 他这几天跟着女生聊得正欢, 还给人家备注, 小懒猪。 那女生叫吴燕, 跟我俩同一个大学, 是比王线高一级的学姐。 以前王线跟他一块在学生会工作, 还追过他一阵子。 只可惜暧昧了没几天, 吴燕就跟一个新入学的185小学弟跑了。 我点开这俩人的聊天记录, 王线像个舔狗一样, 每天早安晚安不间断地发。 燕燕, 我真的很喜欢你, 如果当初不是因为你拒绝我, 我身边根本就不会有其他女人出现。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 你家里也一直在催, 能重新在一起就是上天的缘分。 我们找个时间见见父母, 把婚事定下来吧。 怪不得最近他和他妈再也没催过我家, 原来是找到新的冤大头了呀。 吴燕当时在学校很出名, 我也有他的微信。 他经常在朋友圈里晒一些奢侈品或者旅游罩, 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妥妥的白富美形象。 但很可惜, 那些精致生活都是假的。 我爸的一个开餐厅的朋友恰好认识吴燕父母, 其实他父母不过就是菜市场做小生意的。 但现在看来, 王线跟李东梅肯定不知道这件事, 估计还以为吴燕家里是什么千万富豪呢? 王线从厕所出来, 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他的手机放回去。 结果没想到, 过了一会, 他背着我接了个电话。 在回来的时候, 身边多了一个人。 我笑了, 说曹操, 曹操就到, 这不是吴燕吗? 我们三人坐在同一桌, 乍一看就像是典型的两女争议男的修罗场。 吴燕打从一进来, 就火药味十足, 他挽着王线的胳膊, 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不屑。 嘻嘻, 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燕燕倒杯水, 按辈分, 她可是你学姐。 王线连装都不想装一下, 看来是铁了心要跟吴燕在一起了。 我正愁甩不出去这一家子祸害, 没想到来了个接盘的。 我倒了杯水, 递过去。 啪的一声, 吴燕把我的手拍开, 水杯倒在一旁, 咕噜了几圈摔了下去, 碎了满地。 给我倒水, 你也配。 就连我家的庸人都是研究生学历, 你一个本科生, 还不赶紧认清自己的位置。 我愣了一下, 怎么竟然还真有人拿臭狗屎当个宝啊? 她那张红唇还在喋喋不休, 脸上露出讥讽的笑, 你叫何希是吧? 我听王线说了, 你家充其量也就是普通家庭, 你能给王线什么呀? 你要真的爱她, 就应该主动退出。 还有, 你这种心机女, 想靠孩子要名分的我见多了, 王线不会娶你这种恶心的女人, 你趁早死心吧。 提到孩子, 我突然来了兴趣。 行吧, 那就按你们的剧本走。 我眼里挤出两滴泪花, 指着王线的鼻子控诉, 你, 你竟然这么对我, 呜呜呜呜呜呜呜, 我肚子里可还有呜呜, 你的骨肉啊。 顺便再我两下, 嗯, 看上去更惨了, 餐厅里的众人被这边的动静吸引, 议论纷纷。 王线听到那些骂他抛弃弃子的话, 脸都黑了, 他走到我旁边咬牙切齿地说道, 何希? 你最好识相一点,别阻碍我娶燕燕,否则,你别怪我不留情面了,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的条件能跟燕燕比吗? 还有,你应该不想自己在床上的裸照被传得全往满天飞吧。 我心下一沉。 裸照?什么裸照? 他轻轻勾了一下嘴角,解开手机平锁,点进云盘。 那里面竟然有几百张他偷拍我的照片。 睡觉,洗澡,换衣服,甚至是在床上翻晕覆雨的时候,他居然都偷偷拍了下来。 他避开无厌的视线,扶着我的肩膀,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别怪我嘻嘻,当初我也是怕有一天你会离开我。 但现在,我只想你乖一点,不要挡了我和燕燕的婚事,好吗? 我没想到王线居然会卑鄙到这种程度。 如果说一开始,我只是想让他吃点苦头的话。 那现在,我恨不得他去死。 眼下照片在他手机里,我只好忍着想杀死他的心情, 洋装答应他,做出一副害怕的表情。 我保证会听你的话,你把照片删掉行吗? 王线摸了摸我的头发,跟我保证只要我不做不闹, 等他结婚之前一定把照片删除。 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王线还是迟迟不跟我提分手, 但当他又一次带我回他家的时候,我明白了。 他想娶吴燕,但他妈还在我和吴燕之间做比较。 毕竟,我家已经答应那两百多万的条件了, 但吴燕他家可还一分钱都没说要拿出来呢。 这是太子爷在这选妃呢? 吃着锅里的还不想落下碗里的。 我笑了,这不是上天送给我的好机会吗? 看来那张运简单,很快就要派上用场了。 我假意顺从着跟王线回他家吃饭, 王线爱吃辣,一桌子的菜几乎都是红油。 我正伸手准备吃个辣串串, 李东梅却突然用筷子重重地打了一下我的手。 上面留下一道红印。 酸儿辣女,你想生个女孩给我老王家? 这都三个月了吧,已经能看出男女了, 你赶紧去医院看看。 要是第一胎是个女儿,出了月子就赶紧要二胎。 我们家可得有个男孩,女孩都是赔钱货。 怎么着?你们老王家有皇位要继承, 我还得母瓶子跪呗。 我就见过吴燕那一次, 之后王线也没在我面前提过她。 我想先弄清楚这对母子到底在搞什么把戏, 王线跟李东梅在厨房忙活, 我偷着凑了过去, 想听听他们背着我在说什么。 何夕那边你没露线吧? 可不能现在就让她知道吴燕的事, 万一她一想不开把我大孙儿打掉了, 咱们可就一分钱捞不着了。 我压下心中的愤怒,躲在墙角打开手机录音。 她肚子里那个孩子,到底是咱老王家的种, 让她把孩子生下来放在咱家养, 就算你不娶她,那她家也得月月给咱们赡养费。 王线的语气蛮不在意, 妈,何夕已经知道吴燕的事了, 但你放心吧,她不敢闹的, 我手里可有她的把柄呢。 她妈乐的牙花子都要刺出来了, 还是我儿子厉害, 妈没白教你, 你就这样先吊着何夕, 等她把孩子生下来再说。 对了,儿子, 还有吴燕那边你也得抓点紧, 赶紧让她怀上。 女人嘛,怀了孕就认命了, 你只有让她肚子里留下你的肿, 才能绑住这只金丝雀, 不让她飞了。 王线兄有成竹, 妈,你就放心吧, 我都做好准备了, 那东西上我扎了好些个眼呢。 我听得心底声寒, 默默把手机揣进兜里, 但同时我也知道, 我报复这一家子的机会终于来了。 我回家把这事告诉给父母, 我妈一听当场火了, 这娘俩也太特么损了, 人类进化的时候, 他们老王家是躲起来了吗? 一家子眉毛的畜生。 她恨得咬牙切齿, 眉毛一挑, 闺女你放心, 你说吧想咋办, 妈都支持你。 这场戏妈一定帮你做足了。 我把计划告诉我爸妈。 第二天, 我家主动约王线跟他妈出来吃饭。 他妈做足了派头, 一脸的刻薄像。 这是什么风把亲家吹来了, 是不是看自家闺女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憋不住了。 我给我妈使了个眼色, 我妈心领神会。 她做出一副哀声叹气的模样, 王家嫂子, 你上次提的那些条件, 我和他爸仔细想过了, 都是为了儿女考虑, 我们没啥意见, 只不过, 只不过他爸那车, 其实是租的。 但你说的有道理, 我家女婿人中龙凤, 开车必须开好车, 所以我俩决定以王线的名义, 贷款给他买一台路虎, 你看行不行。 王线猛了, 他妈也愣了一下, 他竖起一根指头, 恨恨地指着我妈, 你说啥? 贷款, 你要以我儿子的名义借钱买车, 那不就得我儿子去还钱了吗? 凭啥?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车必须全款买, 否则你闺女, 别想进我们王家的门。 我也做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吸了吸鼻子。 阿姨, 我是真的想跟王线在一起的, 但是我家条件就这样, 那个房子都已经是所有积蓄了, 真的拿不出钱买好车了。 要不然, 先买个差一点的, 让王线将就开着。 我这肚子等不了了呀。 王线他妈声音尖利, 分毫不让, 不行, 反正我儿子就得开好车, 没有好车, 你别想进我家的门。 他骂王我又冲着我妈面露嘲讽, 看你穿得人母狗样的, 没想到是一家子穷鬼, 没本事, 连个车都买不起。 他妈唾骂了几句, 拽着王线扬长而去。 这顿饭不慌而散, 但我跟我爸妈却喜出望外, 终于快要甩掉这一家吸血虫了。 为了加强效果, 隔天我又找了大学的闺蜜去市场找到吴燕父母的摊位。 我告诉他, 只要尽可能在吴燕父母面前夸王线就行了。 他一口硬下, 还特意给我发了一段语音回来, 告诉我任务完成。 我点开那段语音, 您是吴叔叔吧? 这么久没见您, 还是这么年轻啊, 我是燕燕的大学同学啊。 哎呀, 燕燕现在可是我们当中混得最好的, 我可羡慕死了。 不仅他优秀, 新交的男朋友也优秀, 叫阿队, 叫王线。 研究生学历呢, 而且还想考工, 以后就是体制内了, 多棒啊。 这种男朋友, 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那段语音里, 吴燕他爸高兴极了, 临走还送了我闺蜜一把小香菜。 可不是吗? 王线这条件, 简直就是天上难找, 地上难寻的好姑爷, 怎么可能不满意? 啥锅配啥个, 吴燕和王线绝配。 我只不过是帮他俩再添一把火。 李东梅消停了几天, 估计是还没死心, 又找机会说要来我家串门。 我报给他一个新的地址, 是我家最小的那套房子。 他坐着出租车下来的时候, 看到那三十多平的房子, 嫌弃的脸都扭曲了。 天呐, 王线明明跟我说, 你家住一百多平的房子呀, 怎么变成老婆小了? 我爸淡淡地说道, 之前那房子到期了, 还没租到合适的, 先住着这个。 他摆出一副诚恳的表情来, 亲家母你放心, 等希希跟王线结婚了, 我们肯定不会让他俩住这样的小房子, 而且我姑爷是个有本事的, 赚几年前房子肯定能换个更大的。 王线他妈脸都气歪了, 我呸, 你们俩鬼精鬼精的, 这是拿女儿来打我儿子的主意呢? 我告诉你们, 想都别想, 一家子穷鬼, 还想占我儿子便宜。 他妈从进门到出门, 捅共不超过五分钟, 还顺走了我家门口放着的一箱柑橘。 我跟我爸妈对视一眼, 这次应该差不多成了。 不到一周, 王线发了朋友圈, 以爱之名, 以余生为妻。 承邀各位亲朋好友, 参加我和燕燕的订婚宴。 配图是他和吴燕的婚纱照, 吴燕的手微微扶在小腹上, 挽着王线的胳膊, 笑得一脸甜蜜。 不过我估计, 很快他就要笑不出来了。 他俩订婚宴的地点, 我们早就已经帮他们找好了。 场地是我家名下一个酒楼, 我爸认识吴燕做生意那家的连锁菜市场老总, 所以让他给吴燕父母透露口风, 说在我家的酒楼办订婚宴有折扣。 这可是本是前三的知名酒楼, 吴燕爸爸一听,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我估计他是打着想跟我爸套关系的心思, 而吴燕, 那个蠢货, 应该单纯就是想炫富吧。 万事落定, 只等那天的到来。 周末, 订婚场地, 我穿着一身Dior的高定礼服, 拿着香奈儿的珍珠链条手包, 打扮得比吴燕这个新娘子还要光彩夺目。 王线看到我的时候, 眼里闪过一丝惊艳, 但很快他就皱了皱眉头。 西西, 你来这里干什么? 今天这种场合你别胡闹。 他咬着牙把我拽到一边, 语气威胁, 看来他以为我是砸场子抢婚的。 呵, 下头谱信南。 我云淡风轻地捋了驴耳后的碎发, 眼眸低垂, 你别怕, 我不是来闹的, 我是真心来祝福你的。 王线从我的话里, 听出一丝情意, 叹了生气, 嗓音温柔了许多。 西西, 我知道你放不下我, 但是对不起, 我不能娶你, 但你放心, 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不会不管的, 只要你乖乖的, 我愿意每周末出来陪你, 好吗? 我差点要被恶心吐了, 你还想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气飘飘啊。 没等我开口呢, 王线他妈就来了, 看到我这一身打扮,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也不能完全怪他, 今天来的那些宾客, 不是王家那些村里的乡亲, 就是吴燕父亲认识的一些菜商, 穿着得体都非常勉强了, 更跟华丽沾不上一点的便。 何悉, 你这穿得跟女明星似的, 哪来的衣服? 我轻描淡写, 租的。 王线他妈露出一副了然于心的表情, 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就说嘛, 你家这种穷鬼, 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好的衣服, 就连吴燕的衣服都没这件好看。 要不你脱下来, 先给吴燕穿吧, 他今天才是主角。 我淡然一笑, 心里骂了一万遍傻逼。 阿姨, 这可能不行, 我这件是S马, 他穿不进去, 如果不小心撑坏了的话, 要赔给人家的。 王线他妈一听, 还要赔钱, 翻了个白眼。 啥破玩意, 还得往外搭钱, 我们还不稀罕呢。 宾客差不多到齐了, 王线跟他妈没时间累我, 把我晾在一边, 招呼客人要礼金去了。 众目睽睽之下, 这场订婚宴的主角终于到场了。 吴燕穿着一身淡粉色的纱裙, 挽着一身白色西装的王线, 从九楼宴会厅的旋转楼梯上, 款款走下来。 底下不少王线同村的乡亲露出羡慕的神色。 老王家真是祖坟冒清烟了呀, 找个儿媳妇又漂亮, 家境又好, 这简直就是找了个公主啊。 是啊, 你说我儿子咋就没这个命呢? 找了个进村的土妞, 连喂猪都喂不明白。 就是这新娘子, 看起来有点胖, 肚子好像有点大呀, 听到那些乡亲邻里的夸赞, 王线他妈那张老脸都要笑成一朵菊花了。 乔乔我儿媳妇这个气派, 根本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也就是我儿子这么优秀才能找到这样的媳妇。 我乔乔找了个地方坐下, 听着王线他妈在那自夸, 心里简直发笑。 我对这话表示强烈赞同, 王线跟吴燕确实挺配的。 凤凰男配贾名媛, 一时之间我竟然分不出来谁更吃亏。 吴燕的父亲去台上慷慨激昂的陈词, 各位亲朋好友, 今天能赏脸出席我女儿吴燕和女婿王线的订婚宴, 我深感荣幸, 希望今天到场的来宾都能够吃好喝好, 一会我还有重要的嘉宾要介绍给大家。 是这座酒楼的老板, 也是本市最有名的商业大咖。 我笑了, 他说这人, 不出意外应该是我爸爸。 这吴燕他爹真的跟吴燕一个德性, 又虚荣又耗面子。 台上的吴燕父亲看到台下那些王线请来的亲友, 眼里闪过一丝显而易见的嫌弃。 而吴燕和王线此时也已经走到台下, 到了李东梅旁边。 阿姨, 您怎么请了这么多村里的人来啊, 我爸都不高兴了。 王线他妈大咧咧地摆摆手, 都是乡里相亲的, 我儿子订婚, 他们当然得过来了。 再说人越多, 分子钱就越多, 你懂个啥? 吴燕语气也变得有些不好了, 可是这种场合, 他们穿得跟要去种地似的, 也太丢脸了吧。 这个婚定成这样, 还不如不定, 我差点乐出声来, 吴燕形容得还挺贴切。 李东梅一听这话, 立马脸就黑了下来。 你啥意思, 我们农村人咋就丢脸了? 再说你刚才叫我啥, 你应该叫我妈, 叫什么阿姨? 你懂不懂规矩? 可是改口费还没他妈嫌恶地 撇了吴燕一眼, 什么改口费? 那是什么狗屁东西? 我告诉你, 我家可没有改口费这一说, 你少在这打算盘。 王线在旁边打圆场, 可惜吴燕根本不买账。 你什么意思, 我一分钱彩礼都没要, 改口费也没有, 这个婚不如不竭了。 李东梅翻了个白眼, 声音尖利, 你还没嫁进我家的门, 就敢这么跟我说话了。 我可是你婆婆, 你得尊敬我, 你有没有家教啊? 王线也哼了一声, 声音冷淡, 行啊, 不结就不结了, 看看等你肚子带起来以后, 到底谁丢人。 我告诉你吴燕, 现在是你求着我娶你, 你最好把你的小性子给我收一收, 再敢这么跟我妈说话, 看我怎么收拾你。 吴燕脸色苍白, 往后退了一步, 好在宾客们都在忙着喝酒, 吵吵闹闹的, 没人刻意注意这边的动静。 你们, 就因为我怀孕了, 你们王家就要这样欺负人。 果然, 怪不得吴燕这么快就同意订婚了。 我有些唏嘘, 看来王线还真成功地把他肚子搞大了。 吴燕, 我告诉你, 一套房子就嫁进我王家的门, 已经是便宜你了。 我儿子这么优秀, 想要嫁给他的人都得排队了。 好家伙, 你儿子那把真能重复利用。 一转头, 李东梅正好和我的视线对上。 他刺着一口牙指着我, 笑得得意极了。 看到没, 那就有一个挤破头想嫁给我儿子的。 我儿子就算天仙都能配得上, 能跟你订婚, 你就该偷着乐了。 他领着吴燕, 故意走到我跟前, 巨傲地抬起下巴, 用鼻孔对着我。 西西你也别灰心, 毕竟你肚子里还有我大孙儿呢, 只要你生的是个男孩, 不愁我们老王家没有你一席之地。 我朝他笑了笑, 好, 我一定会把孩子好好生下来的。 就在这时候, 台上的麦克发出刺耳的声音。 宾客们逐渐安静下来, 都目不转睛地看向台上。 吴燕的父亲眉开眼笑地拿起麦克, 大家静一静, 接下来就让我隆重为大家介绍这次小女订婚宴的重要来宾, 何总。 我爸在一旁穿着西装, 缓缓走上台, 旁边挽着我妈的手。 王线和他妈都认识我爸妈, 一下子猛了。 呆愣愣地看着台上的两个人, 我在他俩没回过神的时候, 从中间穿了过去, 一步一步往台上走, 走到我爸妈身边。 我爸拿起麦克风, 各位晚上好, 我是何家连锁酒店的董事长何征, 旁边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 我们一家三口, 在此对吴王两家定亲, 献上由衷的祝福。 我爸一开口, 派头都不一样了, 底下那些人的目光满是羡慕和热气, 这是他们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王线他妈站在下面, 用手颤抖着指向我们一家三口, 突然反映过来什么似的, 一把冲到前面, 对着下面的宾客大声道, 不定了, 错了错了, 这个婚我们家不定了。 吴燕他父亲脸上的笑意定隔住, 缓缓拉下脸来, 亲家,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不定了, 这两个孩子的婚姻大事怎么能当儿戏呢? 他妈翻了个白眼, 狗屁, 买个东西还要货比三家呢, 现在我有更好的儿媳妇了, 谁还惦记你家那个破烂货? 吴燕他爸妈彻底火了, 两人气得鼻孔直喘粗气, 你们王家也太欺负人了, 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谁是破烂货呢? 我们家连房子都买了, 这个婚你说不定就不定了。 王线他妈看着我们一家子, 目光灼灼, 语气满不在乎, 谁稀罕你家那个破房子, 大不了还给你们。 实话告诉你, 我儿媳妇得是何希, 她这种家世才配得上我儿子, 像吴燕这样的女人, 也就配及我儿子做小。 我妈一听这话, 在台上没忍住, 扑呲一声乐了。 她的声音顺着麦克不大不小地传出来, 还做小, 你家是不是清朝穿越过来的呀? 还是破风剑除四害的时候, 赶巧把你家落下了? 王线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李东梅愣是半天没听明白, 不知道咋反驳。 王线上台把我硬拽到一边, 质问我, 希希,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对我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 为什么你从来没说过你家里的情况? 你要是早一点告诉我, 我还会跟吴燕这个女人搞到一起吗? 这全都是你的错。 看在孩子的份上,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把之前答应我妈那两百多万的车和房子兑现, 我就立马跟你结婚。 他妈也凑了上来, 舔着一张大脸往我面前一横, 希希, 两百多万对你家来说太少了吧, 我看就是在家两套房子你父母也是拿得出来的, 这是再重新商量吧。 他大言不惭的样子, 把我气乐了。 我妈直接冲上来, 把王线他妈从我旁边拽开, 把我紧紧护在身后。 你说什么呢? 商量个屁。 你以为你儿子在这选妃呢? 你想娶我家希希, 还不想嫁呢? 别说两百万, 就是一分钱, 我家都不会给你。 他妈顿时不干了, 凭啥不给? 反正你闺女怀了我儿子的种, 就得嫁进我们老王家, 你家就这么一个女儿, 等你俩死了钱, 还不都是我儿子的? 早给晚给都是给。 王线拽了一下他妈的袖子, 示意他说话注意点。 但他妈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压根不在意。 我可把话说明白, 何希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 你们再不给钱, 她就要当个未婚妈妈, 被人戳几两股了, 到时候可别求着我儿子娶她。 王线他妈得意至极, 看着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 我忍无可忍, 从包里掏出一张化验单, 甩在他脸上。 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 谁怀了你王家的种? 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 王线跟他妈拿起那张化验单, 仔仔细细地盯了半天。 俩人一愣, 王线几乎是颤抖着质问我, 你骗我? 你居然敢骗我? 你根本没怀孕。 他妈也猛了, 眼珠一转, 干脆坐地上耍起无赖。 我好好的大孙儿, 咋就没了? 肯定是你背着我儿子, 偷偷把我大孙儿打掉了。 你给我赔, 那是我们老王家的种, 你凭啥说弄没就弄没? 我冷冷地看着他, 从头至尾我就没有怀孕, 要不是我让你们以为我有了孩子, 还看不出来你们母子的真面目呢?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 掏出手机, 放在麦克风旁边。 按下播放键, 王线跟他妈的声音传出来, 这一刻我无比佩服他妈的大嗓门。 在麦克风音响的加持之下, 简直堪比扩音喇叭, 保准全场都听得清清楚楚。 何夕那边你没露线吧? 可不能现在就让他知道无厌的事, 万一他一想不开把我大孙儿打掉了, 咱们可就一分钱捞不着了。 他肚子里那个孩子, 到底是咱老王家的种, 让他把孩子生下来放在咱家养, 就算你不娶他, 那他家也得月月给咱们赡养费。 下面的宾客中像是炸锅了一般, 尤其是跟王线同村的那些人, 一个个瞪大眼睛, 对着王线跟他妈指指点点, 看口型就知道说的不是什么好话。 我爸妈听着这些话, 也气得直飙脏字, 什么傻逼一家子, 还九八五研究生呢, 九八跳舞的都没你这么下贱, 但录音还没完, 儿子, 还有吴燕那边你也得抓点紧, 赶紧让他怀上, 女人嘛, 怀了孕就认命了, 你只有让他肚子里留下你的肿, 才能绑住他, 不让他飞了。 妈, 你就放心吧, 我都做好准备了, 那东西上我扎了好些个眼呢。 吴燕和他父母听到这些话直接炸了, 吴燕腥红的指甲死死地指向对面这对母子, 目光简直要喷出火来。 你不得好死, 你们王家就该断子绝孙。 我告诉你们, 你们想用个孩子绑在我家吸血, 门都没有。 明天我就去医院把孩子打了, 我这边已经没戏了, 吴燕那边要是在跑了, 那王线跟他妈就真鸡飞蛋打了。 他妈闻言大怒, 指着吴燕的鼻子骂, 你个小贱人, 凭啥要把我大孙儿打掉? 你能怀上我儿子的, 总是你有福气, 你别给脸不要脸。 吴燕怒火攻心之下, 冲了上去, 一个巴掌就甩在王线他妈的脸上。 你才是贱人, 你个老贱种, 联合你儿子一块来害我, 把我家的房子还回来, 那是我家的东西。 王线他妈被打得一愣, 随即面红耳赤, 鼻孔喘着粗气, 青筋抱起。 你敢打我? 那房子是我家的, 我儿子的名, 凭啥还你? 你要是敢把我大孙儿打了,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让你们一家子都没脸出门, 一辈子没脸见人。 王线也怒了, 你特么敢打我吗? 他一把冲上去, 揪住吴燕的衣领, 狠狠地推了一把。 啊! 吴燕重重地跌落在地上, 鲜血顺着他的裙子流到地上。 他痛苦地捂住小腹, 额头直冒冷汗。 燕燕! 吴燕父母连忙打电话叫救护车, 现场乱坐一团, 众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小铲给吓猛了。 王线也一下子跌坐在地上, 脸色苍白, 不敢置信地看着地上那滩鲜血。 我爸走到他们面前, 神情严肃, 这些事我本来不想管, 是你们妻人太甚了, 都欺负到我闺女头上了, 现在两家亲事都黄了, 以后你们老老实实地回乡下去吧。 王线他妈不甘心, 还想挣扎, 不行, 你们不能就这么甩了我儿子, 我儿子是高财胜, 你们凭啥不要他? 他看我爸冷着一张脸, 眼珠一转, 又突然换了一副嘴脸。 亲家, 之前都是我们不好, 那房子和车我们都不要了, 只要能让西西跟我家王线结婚, 我们可以啥都不要。 我妈白了她一眼, 不知道的以为你家是嫁闺女呢, 啥都不要。 你也好意思说得出口, 就你这儿子, 白搭给我们都不稀罕。 我妈吵吵酒店经理使了个眼色, 从门口冲进来几个保安, 把王线跟他妈牢牢架住。 他妈两条粗壮向腿, 在半空中乱灯, 嘴里骂骂咧咧。 你们放开我, 你们不能这么对我们娘俩。 何夕都被我儿子睡过了, 没人会要他这只破鞋, 你们不让他嫁给我儿子, 难道让他孤独终老吗? 我走上前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宁可当尼姑, 也不嫁给你这个恶心巴拉的儿子。 更何况现在都已经什么年代了? 你真以为用这几句话就能吓唬住我吗? 我挥了挥手, 王线跟他妈妈被像狗一样地拖了出去。 那天过后, 我偶然还听大学闺蜜提起过吴燕的消息。 据说他家一直在和王线家打官司, 想要回那套房子。 但王线他妈各种耍无赖撒泼, 就是住着不给。 而我没想到的是, 居然还能收到王线的短信。 我都已经把他全部的号码连带他妈的号码一起拉黑了, 他又重新办了一张电话卡。 西西,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吗? 我是真心爱你的, 我就在你家楼下, 求求你见我一面吧, 给我一次向你认错的机会。 我笑了笑, 准备把短信删除, 把这个号码也拉黑。 拉黑之前, 我破天荒地还是回了他两句话, 你放心,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下次你妈躺在殡仪馆里, 我肯定送送她。 作为一名专业的人士, 我可以告诉你, 单亲妈妈的工作确实不太容易。 而且, 有时候会有一些误会发生。 但是, 对于这条腰带, 她的来历确实有些问题。 一条几千块的腰带, 对于一个月工资才八千块的人来说, 确实是一个比较昂贵的礼物。 在余力的劝说下, 我给她看了照片, 她瞥了一眼说, 一条腰带而已, 又不贵, 说明不了什么。 我没有说话, 但是心里已经开始有所怀疑。 当初我选择了没有钱, 但是体贴的李心远作为我的伴侣, 我们结婚前两年一直不敢要孩子, 因为我拼命飞航班来早点存储首付买房子。 确认有孕后, 我停了飞行, 但是每月只有两千八的基本工资, 房贷每个月有七千, 经济状况变得紧张。 然而李心远依然在一家贸易公司做普通业务员, 每月收入也就八千来块。 我只能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怀着运想吃草莓都不舍得买。 所以, 那条LV腰带的出现, 让我感到倍感震惊和疑惑。 当天我看着李心远解下腰带时, 就忍不住问过他, 腰带是哪里来的。 他轻描淡写告诉我, 是客户送的。 我心里咯噔一声响, 因为他只是一个贸易公司的普通业务员, 平时别说在客户面前做大爷, 做孙子都要看有没有资格, 怎么可能有客户送他这么贵重的礼物。 但是我并没有继续追问, 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很自我偏执的人。 如果他不愿意告诉我腰带的真实来历, 那么无论我怎么问, 都是白搭的。 我开始自己暗地里留心他的一举一动。 结果, 我真的有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发现。 最明显的就是, 李欣远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 尽管我多次提醒他, 让他早点下班陪我, 因为我现在怀孕了。 但他总是不以为意, 有时我说多了, 他就以家里需要前卫借口来敷衍我。 最近半个月, 他更是经常深夜才回家。 有一天, 他竟然准时下班了。 然而, 在晚饭时, 他一直盯着手机, 没停过手, 甚至没听见我多次跟他说话。 我问他是急事吗? 他含糊其词地说是客户咨询生产进度。 我走到他旁边, 故意撒娇地问, 下班了还要一直联系吗? 但他在我坐下的瞬间, 把手机吸了屏幕。 我没再追问, 吃完饭就去睡了。 自从怀孕后, 我变得特别失睡。 半夜, 肚子突然剧烈疼痛, 我醒了过来。 我摸着肚皮, 心里很担心孩子会有问题。 我摸过去, 却发现身边是空的, 没有人。 我打开灯, 大喊着他的名字。 家里静悄悄地, 没有回应。 我拿着手机, 开始打他电话, 但电话响了很久, 没有人接。 肚子越来越疼, 我不敢耽搁, 自己打了120。 最后检查下来, 没什么大问题, 医生说可能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有点坏肚子。 但医生见我一个人, 让我留下观察一晚, 等天亮再走。 直到天亮, 李欣远才给我打电话。 他问我去哪了, 我告诉他我在医院。 很快, 他开车来到医院。 医生指责他没尽心照顾我, 连夜不舒服都没发现。 回家的路上, 他语无伦次地解释, 昨晚客户一直打电话, 我怕打扰你休息, 就出去处理了一下。 我尽量平静地问, 什么事情处理了一晚上。 但他更加慌张了。 乱, 主要, 那个, 后来, 我怕开门吵到你, 就干脆在家附近开了间房休息。 哦, 那真是辛苦你了。 我淡淡说了句。 怀孕后, 我鼻子更加敏感了, 李欣远身上有香水味。 迪奥针我的甜腻味, 让我鼻腔有种, 痒到要打喷嚏的感觉。 别说现在怀孕, 就是没怀孕前, 我也从不用这种浓郁的女人香。 但我没有说破。 既然还没证据, 何必打草惊蛇。 李欣远上班后, 我约了闺蜜余丽出来, 说了我的猜测。 余力很吃惊。 毕竟, 在外人看来, 我高挑漂亮, 职业光鲜, 收入不菲, 选择李欣远, 算下嫁。 我心下苦笑, 我也不愿意这样猜测李欣远。 但那条皮带, 那浓郁的香水味, 让我没办法不多想。 余力的老公是医生, 我让他帮忙开点安眠药。 余力吓坏了, 以为我想不开。 我哈哈大笑, 按我的性格, 杀了李欣远也不可能自杀。 你想多了, 我只是想让他安睡一回, 我要从他手机上查点东西。 余力这才放下来心来。 隔天, 我拿到安眠药后, 给李欣远打电话, 告诉他晚上早点回, 我做好吃的。 虽然李欣远答应得好好的, 但还是到了晚上九点多才回来。 这期间, 他没有一个电话, 没有一条微信来嘱咐让怀孕的我先吃饭。 我心里冰凉一片, 等他推开门, 看到满桌菜肴一块未冻时, 整个人愣住了。 很快, 他就笑着上前抱住我, 老婆, 这么晚了, 还等我啊? 你怀着孕, 先吃好了呀。 我推开他说, 没关系, 你上班辛苦, 我等你一起吃。 他摸摸肚子说正好, 他也饿得厉害。 闻着他身上隐隐的火锅味道, 看着他微微凸起的小腹, 略显紧绷的腰带。 我判断他是刚吃完饭。 李欣远对自己的身材管理一向严格, 如果不是刚吃完饭, 不会有小腹凸起。 这个时候还要撒谎。 我心中冷笑。 热好菜, 我开始不停给他夹菜, 一直到他面前盘子都放不下。 李欣远开始还能勉强大口吃, 后来只能一点点硬塞。 我洋装不知, 只要李欣远吃饭速度慢下来, 就立即起身给他夹菜, 卖力劝他, 加班到这么晚, 太辛苦了, 多吃点啊。 老公, 吃这个, 这个我特意给你做的。 每当他有要停止的迹象, 我就立马恩威病失, 哎呀,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你以前最爱吃的我烧的菜。 我告诉你哦, 为了你身体好, 你必须多吃。 你今天怎么吃这么点? 你不是外面陪什么人吃过了吧? 李欣远自然不敢承认。 那天, 一直吃到李欣远开始翻白眼, 我才罢手。 我心满意足, 看着脸色胀红, 快要呕吐的李欣远。 然后, 体贴地端来, 一杯水和两颗健胃消食片, 你看你, 好吃也不能贪吃这么多呀, 快吃了这两颗消食片, 不然晚点要胃疼。 说完还不等李欣远反应过来, 手一个用力, 两个药片就塞进了他嘴巴里, 然后手起背落, 谁也跟着灌了进去。 李欣远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动作搞懵了, 一直到要骗进了肚子, 他被水枪得连连咳嗽, 才算反应过来。 见他有苦难言的样子, 我心里少许舒服了一点。 我打开家里的电动按摩椅, 让他赶紧坐上去按摩放松一下。 李欣远很满意我的温柔体贴。 不大功夫, 他就坐在按摩椅上昏睡了过去。 两片安眠药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很快就听到了他憨声如雷。 我上前拿过他手机, 用他指纹开了锁。 打开微信, 联络人多得眼花缭乱。 李欣远是做销售的, 联系人特别多。 我粗略翻看了一下, 没有特别可疑的人名备注。 我没耐心逐个点看翻看, 直接找到钱包里的转账记录。 既然那女的腰带都送LV的, 那想必转账也不会少吧。 果然, 在零零散散的小额转账中, 一笔两万元醒目又特别。 看着鲜红的小心心, 我猜测对方也许是个年纪不大的小姑娘。 我顺着人名道回去找对话记录。 没想到, 我猜错了, 竟然是位大姐。 我将对方微信记了下来, 然后又将二人的对话和转账记录截图。 想到前几天李欣远彻夜未归, 我又翻到支付宝, 想查一下她的开房记录。 然而并没有酒店的支付记录。 倒是有几笔非常可疑的转账记录。 转账没有任何备注, 而且特别有规律, 三个月一次, 每个月二号, 金额每次都一样。 我初步判断, 这笔钱肯定是对方给李欣远用来做固定的支出。 什么支出是三个月支付一次? 而且每次金额都相同呢? 我想到一个可能, 房租。 难道两个人已经租房同居了? 想到这个可能, 再回头看看转账日期, 我不敢相信。 婚前温柔体贴, 对我百般呵护的李欣远, 竟然背着我出轨这么久了。 而我不但毫无察觉, 还在这期间怀了孕。 我气得浑身发抖, 恨不能立马把李欣远叫起来离婚。 看着昏睡的李欣远, 我强迫自己慢慢冷静下来, 就算离婚, 我也要处理好财产。 我们俩没有存款, 唯一值钱的就是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房子价值三百多万, 首付一百多万。 其中双方父母各出了三十万, 剩下的五十万是我工作以来的全部积蓄。 买房子时, 李欣远因为收入低开销大, 一分钱存款也没有, 分文没出。 所以我必须要争取到房产所有权。 我开始翻箱倒柜找房产证, 然而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我猛然想起, 办产证那天, 我凌晨才从机场赶回家, 李欣远体贴我, 让我在家好好休息, 他一个人去办的。 后来去拿产证, 也是他一个人去拿的。 而我开始是因为忙碌, 后来因为心大, 从没在意过这事, 竟然从没看到过房产证。 他藏到哪里去了呢? 我起身, 看着那张恶心的脸, 忍不住甩了李欣远一巴掌。 李欣远迷糊糊睁开眼看看我, 嘴里嘟囔几句, 很快又闭眼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 李欣远醒来时, 我已经做好了早饭。 我称怪他, 昨天叫你回床上睡, 你不肯, 竟然在按摩椅上睡了一晚。 李欣远显然有点猛, 他愣愣看着我说, 不知道怎么了, 昨天睡得特别死。 我把热牛奶递给他, 看来最近真的是太累了, 你这日夜操劳的, 可千万得注意身体啊。 我把日夜操劳四个字, 加中了语气。 李欣远心虚地抬头看着我, 也许是见我神色坦然, 他很快微微松口气, 岔开了话题, 好香啊, 老婆做什么了? 我端出来煎蛋, 让他赶紧去洗刷吃饭。 吃饭时, 我很随意问了一句, 老公, 咱家房产证呢? 听了我的问话, 李欣远竟然被牛奶枪住了。 他猛烈咳嗽了一阵, 你, 突然问这个干嘛? 我兴高采烈告诉他, 余力告诉我, 公司有新政策, 在公司工作满五年的员工, 如果购房, 可以问公司申请八十万无息贷款。 我正好满五年, 无息贷款爱, 多划算的是, 咱们申请了, 立马就把银行的还掉一部分, 减轻好多压力呢。 李欣远眼神一亮, 果然动心。 我催促他, 赶紧把房产证找出来。 他反手从随身的公文包里, 掏出了红色的产证。 我目瞪口呆看着李欣远, 他竟然随身带着房产证。 看我诧异的眼神, 李欣远不自在地摸摸鼻梁, 我这几天有事, 正好用到房产证。 我笑了笑, 接过那本产证。 李欣远递给我时, 动作有些犹豫, 眼神有些飘忽。 我心里再次没来由地咯噔一下。 我打开产证, 随后翻看, 然后整个人都待住了。 房产证上有三个人的名字, 李欣远, 李欣远他妈, 还有李欣远他爸。 没有我的名字。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手哆哆嗦嗦指着李欣远, 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李欣远声音很不自在, 他吞吞吐吐解释, 当初买房子, 我爸妈也出了三十万的。 所以, 我心中怒火翻腾, 当初买房子, 我爸妈也出了三十万。 按你这个说法, 是不是也得写上他们名字? 李欣远脖子一梗, 那怎么行? 你是嫁给我, 这当然是我李家的房子。 我冷笑, 那我呢? 我自己出了五十多万呢, 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 哎呀, 老婆, 老婆, 我问过了, 人家工作人员说了, 咱俩领过结婚证了, 写不写你名字无所谓, 反正都有你一半的。 李欣远眼珠滴溜溜转着, 开始哄我, 你快坐, 别生气哈, 你还怀着孕呢, 身体最重要。 我深呼吸一口气, 心中暗想, 现在这个事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我在和他吵也没什么用, 还是想想怎么解决比较好。 我忍住了和李欣远大吵一架的冲动, 蛇身回了卧室。 李欣远舔着脸追了上来, 老婆, 你赶紧问问, 那无息贷款要怎么申请? 我没好气回他, 今天会问的。 等李欣远一走, 我立马联系了余丽。 余丽看着眼前这本房产证, 气得大骂, 李欣远个王八蛋, 你都不嫌弃他穷成那个鬼样子, 他竟然还和你玩这种心眼。 我又把微信截图给他看。 余丽更加怒不可遏, 起身说要找人去揍李欣远一顿。 我赶紧拦住了他, 现在打他一顿也无济于事。 我问过律师了, 房产证上有他爸妈的名字, 又没约定份额, 就算我能证明我出资了, 他父母至少也要分走一半。 余丽恨恨说道, 甜甜, 我和你说, 大不了, 咱们钱不要了, 我的房子你随便住, 住一辈子都成。 你要觉得不自在, 我就让我哥开发的小区原家卖你一套, 钱你慢慢还, 不急。 反正不能让李欣远好过了, 压得工作也别想要了, 老娘非把他折腾死不行。 余丽是个小富二代, 他爸爸是做房地产开发的, 虽然公司不算特别大, 但也是妥妥小房姐一枚。 公司是他哥哥在管理, 他做空姐纯粹是因为原小时候的梦, 实际他的飞行安排非常少, 一月也难得飞一次。 我们俩是同批入职的, 因为脾气相投, 所以关系一直很好。 我知道余丽是真心的, 但我却不能心安理得, 接受她的馈赠。 我不贪图别人的钱财, 但也不能让我自己辛苦赚来的钱, 被居心叵测的小人侵占。 我把自己的想法轻声告诉了余丽, 余丽小手一挥, 坚定地说, 你放心, 我全力配合你, 一定不能让李心远得逞。 晚上, 李心远刚到家就迫不及待问我, 无息贷款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我叹口气说, 因为我们买房子是在公司政策出来之前, 所以不符合申请标准。 李心远急了, 你们公司怎么这么死心眼呢? 这没差几天啊, 你这样, 那个, 我明天让我妈过来, 让她陪着你去公司闹一闹。 我告诉你哈, 越大的公司, 越怕有人闹事, 你去闹一闹, 没准他们就同意了。 再说, 你现在大肚子, 他们肯定怕出事, 绝对会同意的。 我抬头看着李心远那猥琐的样子, 心中一阵恶寒, 自己当初真是被狗屎忽住了眼睛, 才看上这个人渣吧。 我摇摇头表示不行, 我以后还要回去工作呢, 这样太丢人了。 李心远竟然劝我别怕丢脸, 没什么比钱更重要。 我长出一口气, 装作无意地说, 这点利息都是小钱, 要说起来还是房子好赚钱, 就是可惜啊, 我们没本钱倒腾哦。 李心远果然被我的话吸引, 他支棱着耳朵问我, 这话啥意思? 我赶紧装作八卦的样子对他说, 余力他哥哥着急用钱, 正在处理自己的房子, 比市面上便宜好多呢。 哎, 可惜咱没钱, 不然买下来, 立马赚几百万。 什么房子? 在哪个位置啊? 李心远追着我问。 我兴致法法, 别问了, 问了也买不起。 你说说看嘛, 房子靠近中环, 新楼盘, 明珠小区, 一百七十多平, 市场价一千三百多万呢。 听到价格的李心远迟疑了, 他迟疑着问, 他多少钱肯卖啊? 嗯, 我听余力说, 好像九百万就卖。 什么? 便宜这么多? 他房子不是有什么问题吧? 李心远的声音一下提得老高, 眼睛贼亮。 我摸着肚子, 白了他一眼, 你瞎叫唤什么? 吓我一跳, 能有什么问题啊? 他哥自己就是开发商, 房子是自留的, 听余力说, 九百万他也不会亏的, 只是少赚点。 他们有钱人啊, 肯定是有了更好的投资方向, 急着回笼前辈。 李心远沉默了一会, 娜娜问, 老婆, 你和余力关系那么好, 你说, 要是咱们买, 他能再给便宜点不? 我吃笑一声, 就算余力给咱在便宜五十好了, 这够大面子了吧。 李心远, 你觉得八百万多万, 咱俩上哪去弄? 说着我偷眼去看李心远, 他眉头紧皱, 显然在想什么。 我常叹一口气, 别想些有的没的了, 咱们就没这个命发这个财哦, 可惜了, 转手就是好几百万呢。 李心远拳头紧握, 老婆, 这是个好买卖啊, 买了就是赚了, 咱想办法把这房子拿下来吧。 我装作不耐烦地推开它, 你疯了吧。 这么多钱, 卖了你, 还是卖了我能凑出来? 咱们把自己房子卖了怎么样? 李心远咬牙, 李心远, 我看你是魔症了, 我就不该告诉你的。 且不说咱家房子不满两年, 不能交易。 就算能交易, 你觉得卖房子那么长时间, 人家余力咯咯能等。 人家说了, 是急瘦, 急瘦, 你懂不懂啊? 再说了, 咱家才几个钱啊, 还了房贷也就剩下百把万, 离八百万房子的首付都差十万八千里呢。 李心远听了我的话, 眉头一直深蹴不展。 看着她那忧愁又焦虑的样子, 我心满意足地回了房间去休息。 余力办事很靠谱, 第三天就给了我反馈。 她开始还有些犹豫, 支支吾吾地不肯多说。 我直接告诉她, 我做好心理准备了, 有什么话直接说吧。 余力拿住两张照片, 一张是李心远搂着一个女人在酒店吃饭, 女人看着五十岁上下, 挺富贪的。 余力告诉我, 这个女人名叫王丽, 是个富婆。 她老公是一家当地公司的老总, 叫杨强。 还有一张照片是李心远和王丽 一前一后进了我们小区的后排楼洞。 田田, 你别气, 那混账应该是在你们小区租了房子偷情。 余力指着照片, 气哼哼说。 我想到支付宝那莫名的转账金额, 现在基本可以确认, 他们是租了房子的。 李心远当真是胆大呀, 她是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吗? 我告诉余力, 幼儿我已经抛下去了, 就等李心远上钩了。 我拜托余力继续帮我查一下那个王丽的具体情况。 晚上, 李心远回到家, 整个人兴奋得不行, 老婆, 我认识的一个大客户, 愿意帮我垫付买房资金, 等我们卖了给她点利息就行。 我装糊涂, 买什么房? 李心远急了, 就那个余力他哥那套, 咱们买下来。 等着过两年再涨点, 我们就卖了, 我盘算过了, 到时候我们至少赚个一千万。 我撇撇嘴, 哪里有那么好的人啊? 借给我们这么多钱, 人家估计骗你呢? 李心远连练摆手, 不会的, 我这客户认识很久了, 是个老大姐, 很信任我, 说愿意借给我。 我脸上装作吃惊又高兴的样子, 真的呀, 真有这么好的人啊, 那我赶紧问余力, 房子卖了没? 我当着李心远的面, 给余力打电话, 莉莉啊, 你哥急着出手, 那房子卖了吗? 余力在电话里表现自然, 嗯, 我哥他一个朋友准备买, 这两天正聊着呢。 李心远明显慌了, 他一个劲地对着我比划, 你和余力说, 咱要, 让他想想办法。 我会议的点头, 莉莉啊, 我和心远想买这个房子, 你能帮我和你哥说说吗? 余力在电话那头迟疑了, 你要没问题, 就是, 这个房子总价有点高, 你和李心远商量过吗? 还不等我开口, 李心远抢着说, 余力啊, 我们俩商量过了, 房子我们确定要, 就是那个, 你看你和田田关系那么好, 能不能再给我们便宜点啊? 余力哈哈一笑, 当然没问题, 田田可是我帖词, 我去和我哥说, 再给便宜三十万。 李心远看着我, 下巴点点, 用嘴形告诉我, 让余力再便宜点。 我故作为难, 莉莉啊, 你也知道, 我们其实没那么多钱, 得到处借呢, 你还能再让你哥便宜点吗? 余力很爽快, 行, 那就便宜五十万, 这是包在我身上。 挂了电话, 我试探着问李心远, 首付准备借多少啊? 没想到李心远竟然神秘一笑, 咱全款买, 这样到时候也好卖。 这王力对李心远倒是很舍的吗? 九百万的房子, 说答应就答应了。 我故意嘟着嘴, 这次, 不会又写你父母的名字, 不写我吧? 李心远善笑, 不能, 不能, 都写, 都写。 我瞥他一眼, 问他都写什么意思? 李心远做出一副八心八肺的模样, 甜甜, 我这是为了咱们好, 写上我爸妈名字, 以后这房子万一人家提前要钱, 我爸妈也不能做事不理, 得和咱一起想办法凑钱还款。 我点点头, 有道理, 这样, 把我爸妈也写上, 以后有事, 也让他们出出力。 李心远脸色一沉, 不行。 我冷笑着反问, 为什么不行? 你还有个弟弟, 到时候要是和咱们争房子怎么办? 李心远脱口而出, 我刚想说我家人才没你那么龌龊呢, 但想了想, 还是没说。 毕竟, 我的目的也不是和他吵架, 只是目前的情况超出我的预料, 我真没想到, 那个女人竟然对李心远这么大方。 李心远提出想去看看房子, 余力带着我们俩去了房子, 站在那所大房的宽阔阳台往外看去, 我看到李心远兴奋的脸都变了形。 看完房子, 李心远借口有事先走了。 当天晚上, 李心远刚进门就掏出一张卡给我显摆, 老婆, 卡里有二百万, 我们先去找余力付个定金, 把合同签了。 签了合同, 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我担心地说, 万一合同签了, 钱不到位怎么办? 李心远拍着胸脯和我保证, 钱绝对没问题, 最多一个月, 肯定到位。 房子没有办理过产证, 算新房, 所以我们直接和余力哥哥公司签的销售合同。 时间一天天过去, 我看到李心远脸色越来越焦急, 到了月底, 我催促他赶紧要钱, 时间到了。 他却愁眉苦脸地告诉我, 钱一时半会恐怕没办法到位了。 我大惊, 问他现在怎么办? 合同可不是开玩笑的, 如果违约, 要赔违约金的。 李心远急地团团转, 最后让我去问问余力, 可不可以改一下购买方式, 贷款购买。 余力回答是可以, 只不过我们是二套房, 首付要七成, 剩下的三成可以贷款。 我算了下, 八百五十万的房子, 七成首付加税金, 大概需要六百五十万左右。 目前已经到账二百万, 还差四百五十万。 李心远嘴巴张张和和, 神色沮丧地表示, 四百万五十万也没有。 免提礼, 余力大声问, 你们是不是资金出现问题了? 我轻声告诉她是的, 余力的大嗓门顿时想撤我家客厅, 哎呀, 你们要是手套房就好了, 手套房啊, 只付三成就够了, 一共也用不了三百万。 李心远的眼神一亮, 好像看到了新的希望。 她连声问余力, 怎么才能算手套房? 余力告诉她, 家庭名下没房, 或者个人名下没房, 都可以算手套。 挂了电话, 李心远念念叨道, 名下没房, 怎么才能名下没房? 我看她手机里搜索百度半天, 然后跑来和我商量, 老婆, 咱们假离婚吧, 这样我名下就没房了。 我神色震惊, 疯狂摇头, 我不, 我宁可不买这套房子, 也不会假离婚。 李心远百般哄我, 我们转手就赚上千万啊, 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 只是假离婚, 又不是真的。 我还不是为了 咱们小家庭的未来吗? 你别担心, 我对你的心, 你还不明白吗? 我一副被她哄得 晕头转向的模样, 最后勉强答应。 但我提出一条, 用我的名字来买新房子, 毕竟新房子比老房子可贵多了。 李心远脸色红了白, 白了又红, 最后还是靠她那三寸不烂之蛇诱导我, 这新房子虽然贵, 但贷款那么多, 万一有个差错, 贷款还不上, 麻烦就大了。 你还怀着运呢, 后续要跑的手续那么多, 累坏了我该心疼了。 房子写谁名字都一样, 还不都是我们的吗? 最后, 我被李心远说服, 同意假离婚, 原来的婚房给我, 新买的房子, 写她的名字。 听说下个月要出台新的离婚冷静期, 李心远担心中间有差错, 所以催促着, 我马上去办离婚手续。 因为是协议离婚, 而且没有财产意义。 所以离婚手续办得很快, 李心远的父母还想哄着我直接把房子过户给他们。 我又哭又闹, 不依不饶, 最后表示不肯离婚了。 李心远见好不容易哄好的我又开始闹, 忍不住当场斥责了他父母, 然后逼着他父母签字把房子过户给了我。 离婚手续办理好以后, 我借口后续事情和我没什么关系, 就先回外地娘家养胎去了。 李心远对我回娘家的安排十分满意, 他欢天喜地送走了我。 然后他拿着离婚协议书去房产公司更改合同。 房产公司却以他已经过了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为由, 拒绝了他更改合同的请求, 同时通知他, 房子已根据正常流程转卖给他人了。 李心远急了, 立马给我打电话。 电话里, 我慢条斯里安抚他, 让他别急, 我马上来找于丽帮忙。 但随后, 我就关了手机。 后面的事情是于丽告诉我的, 李心远联系不到我以后, 就疯子一样在他哥公司大闹。 于丽他哥也没客气, 直接报了警, 然后李心远被抓进去蹲了几天。 从里面出来后, 李心远老实多了。 开始第三下四求着余力帮忙, 想让房产公司退钱给他。 但房产公司告诉他, 因为他违约在先, 所以要赔偿违约金。 违约金是定金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二十万。 李心远心痛得要死, 但为了能早日拿到剩余的一百八十万, 还是签字同意了。 随后, 李心远就直奔我娘家而来。 他没能进我家门, 因为我弟弟早就找了一帮朋友 在车站附近等着他。 我弟弟找的朋友下手都很有数, 拳拳到肉, 但不致命, 不留大伤。 李心远就算在迟钝, 此时也明白了是我从中做了手脚。 他站在我娘家门口大声叫嚷, 说要和我谈谈。 我最后还是让他进来了。 看着他满身狼狈, 脸上青紫一片, 我心中有些痛快。 你为什么这么做? 李心远问我。 我冷笑, 也没有和他绕圈子, 直接把那些出轨的照片甩在他面前。 李心远的脸刷得白了。 他扑通跪在我面前, 又是求饶, 又是道歉, 百般解释自己并不是爱那个女人, 只爱我一个人。 我忍着恶心, 问他, 既然不爱小三, 为什么出轨? 他颠三倒四的解释, 都是为了那个女的钱, 那个女的是个富婆, 可以给她很多钱。 甚至还告诉我, 他这么做, 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经济更宽裕。 李心远的话, 再次刷新我的三观和对他的认知。 我告诉他, 如果针对我, 对我肚子的孩子还有一丝感情, 那么我希望他能尽快搬离我们的住房。 那个房子我要出租, 租金补贴房贷。 李心远见我铁了心要和他分开, 当即便脸发狠, 房子是咱俩一起买的, 你得分我一半, 不然我不会轻易放过你。 话还没说完, 我弟从李屋冲出来, 对着他后几辆就是一脚, 你呀欺负我姐, 我打死你。 李心远嘶吼着, 杀人偿命你知道吗? 我弟对着李心远使劲扇了两巴掌, 狠力地对他说, 老子不打死你, 打残你, 让你一辈子瘫在床上, 大不了我蹲几年大牢, 反正我爸妈由我姐照顾呢。 李心远身子一缩, 整个人尾了, 他一向是个欺软怕硬的人, 碰到我弟这样的魂不灵, 也是有苦难言。 李心远站起身来, 手指着我, 好好, 罗田, 你够狠, 你等着。 还不等他手放下, 我弟飞腿又给了他挤脚, 怎么着? 老子的话你没听懂? 别欺负我姐, 听懂了吗? 否则, 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好吗? 李心远慌张地跑出了门, 如果事情就这样结束, 我想我也不会和李心远死磕到底, 毕竟, 他好歹也是我肚子里宝宝的爸爸, 我没想到, 李心远真的是丧心病狂, 他竟然带着他那对极品爸妈来了我家, 那对老人在我家门口大哭大叫, 哎呀, 我可怜的儿子啊, 被这家的闺女骗钱骗婚啊, 哎呀, 我的儿子来找媳妇, 被这家儿子打成了重伤啊, 我们这把老骨头豁出去了, 你们有本事打死我们算了呀, 我爸妈住的是单位分的老房子, 我妈退休前是单位子弟学校的老师, 爸爸退休前是常理的总工, 俩人都是安稳内敛的知识分子, 要面子了一辈子, 前公婆这么一闹, 俩人觉得这辈子的面子, 都给丢光了, 妈妈开始还在门口苦口婆心, 劝他们进来谈, 后来, 见他们撒泼的样子, 明显是想让我们家出丑, 便再也不开门了, 见妈妈眼睛都憋红了, 我心里非常难受, 我要出去和他们理论, 被妈妈拉住了, 妈妈说我正怀着孕, 不能生气, 弟弟要冲出去打人, 被爸爸拉住了, 他说李心远父母年纪大了, 真有个好歹, 我们家就说不清楚了, 我弟气得在屋里来回踱步, 咬牙切齿要去出去打死李心远, 我爸最后无奈打了110, 但李心远父母虽然不是讲道理的人, 却很懂法, 他们告诉警察, 他们不闹事, 不打架, 就是想求个公道, 所以就要在门口哭诉冤情, 警察也很头疼, 劝也劝不动, 拉也拉不走, 最后, 我爸看警察实在为难, 只能让人家先走了, 李心远爸妈得意洋洋在门口, 叫骂声更大了些, 来来往往的老邻居指指点点, 我妈气得哭出了声, 我忍无可忍, 起身冲出门外, 指着李心远鼻子让他进来, 李心远窃窃看着我背后虎视眈眈的弟弟, 不敢上前, 我把弟弟推开, 拉着李心远进了我的房间, 李心远, 你到底想干嘛? 我话音还没落, 李心远竟然又一次跪倒在我面前, 他双手抱着我的腿, 眼泪鼻涕呼了一脸, 甜甜,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想失去你, 失去咱们的孩子, 失去我们这个家, 甜甜, 你就原谅我吧, 我忍着气问他, 那个女人他准备怎么办, 李心远念诺着说, 他刚拿了他二百多万, 暂时不能分手, 我冷笑, 那个老女人连套八百万的房子都不舍得给他出钱, 他还指望得到更多吗? 李心远见我口风松动, 面上一喜, 高兴地和我说, 只要他肯好好哄那老女人开心, 应该还能捞个百把万不成问题, 我想刺激他自己知难而退, 所以故意蔑视地看着他说, 三百万的房子我已经有了, 一点也不稀罕, 有本事就弄套鱼丽哥哥那样的大平层来给我, 我就原谅你, 李心远眉头一皱, 说那女人老公管钱, 想要再多他也没辙了, 我哪里可能真会和他和好, 便随口敷衍道, 鱼丽哥哥认识那个女人的老公, 对老婆确实挺抠的, 但对他女儿倒是很大方, 李心远眼珠不停滴溜溜转着, 他突然对我说, 我有办法弄到更多钱了, 我怀疑地看着他, 不知道他又了有什么坏主意, 甜甜, 我准备想办法搞定那女人的女儿, 给咱儿子整套大平层柱, 让咱儿子以后出生就是人上人, 我愣住, 这李心远竟然还想母女通吃, 也忒阴损了吧, 然后我猛然又想到他刚才句话口口声声提到儿子, 忍不住问他, 为什么这么笃定是儿子, 李心远神色得意, 我妈找人算过了, 你这一胎, 保准是个儿子, 难怪他还要回来求我, 原来并不是对我还有感情, 而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儿子, 看着躊躇满志的李心远走远的背影, 我按下了决心, 我快速回了江城, 去见一个人, 王力的老公杨强, 当初, 于力帮我查到了李心远的出轨对象是王力后, 很快又查到了他老公杨强, 我告诉杨强那一切时, 那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毫不在意, 他玩味地笑着说, 罗小姐, 我和我太太, 一向是互不干涉的, 当时的我很震惊, 我不知道, 原来婚姻还能这样, 夫妻两人各自玩, 互不干涉, 我不明白, 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但我知道, 那不是我该管的事情, 只是, 我需要杨强的帮忙, 所以我问了他一句, 如果, 我的老公很贪心呢? 杨强不以为意, 我太太是个很有分寸的人, 呵呵, 包个小白脸, 送套价值千万的房子, 不知道算不算有分寸, 我冷笑, 杨强脸色微变, 于力早就告诉过我, 杨强是富一代, 白手起家, 性格比较谨慎, 为人有些抠门, 我想, 十万八万玩个小白脸, 他大概不会在意, 但千万, 应该不是他能接受的, 果然, 他略微私存后, 问我要怎么做, 我告诉杨强, 我会在适当的机会通知他买房子的事情, 只要那段时间, 他控制住王力的资金就可以了, 杨强答应了, 后来, 王力的资金被杨强控制, 一下拿不出那么多, 也才有了后来我和李新远的假离婚, 没想到杨强这次拒绝再见我, 我没有犹豫, 直接奔到了王力常去的咖啡厅, 果然堵到了他, 王力年过五十, 发福的身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像个企鹅, 他用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我, 眼神放肆, 我拦住他的去路, 杨太太, 我们谈谈吧, 王力很不屑, 罗小姐是吧, 咱们没什么好谈的, 我掏出一支录音笔, 如果你想让整个咖啡厅的人都听听你的风流运势, 我也是很乐意和大家的, 王力脸色一变, 拉着我进了一间小包房, 他面色阴沉, 问我想干什么, 我不说话, 开始播放剪辑过的李心远的忏悔, 王力一脸无所谓, 抬手说, 停, 别放了, 你以为, 我找李心远是因为真爱, 你也太天真了, 我不过是花钱找个乐子罢了, 他和你说的这些, 我根本不在乎, 只要他乖巧听话又干净就够了, 看来, 这些所谓有钱人的世界, 我真的无法理解, 还好, 我也是有备而来, 我点点头, 表示了解他的想法, 然后我又拿出一支录音笔, 我一定想办法搞定他女儿, 给咱儿子整套大平层柱, 让咱儿子以后出生, 就是人上人, 李心远的声音, 让王力的整个脸色都变了, 我轻笑, 你太小看李心远了, 自从你上次拿不出买房子的那八百万, 他早就换了目标了, 他告诉我, 杨总对女儿可比对你大方多了, 听说, 杨小姐年轻漂亮, 不安适适, 不知道, 会不会和自己亲妈喜欢同一款听话乖巧的男人呢? 王力力声让我闭嘴, 我顺从地看着他, 没再说话, 王力起身要走, 我拿出手机, 再次拦住了他, 下巴点点手机页面, 示意他看, 王力只瞥了一眼, 就住了脚步, 他脸上的坠肉一抖一抖的, 抓着我胳膊, 逼问我照片哪里来的, 嗯, 我给他看的, 是他和李心远的床照, 我推开他的手, 叹口气, 从李心远电脑里找到的, 您不妨猜猜, 他留这些是为了自己欣赏呢? 还是为了以后讹你一笔呢? 王力抢过我手机就要摔, 我冷笑, 你要给我摔了, 我还得找人去修, 这要是去修的过程, 照片被人泄露出去, 我可就没办法了, 你要想要什么? 王力咬牙切齿对着我问, 你想办法处理好李心远, 让他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 否则, 我也不能保证, 我的手机啊, 电脑啊, 哪天会坏掉, 要去修一修呢? 我抬头, 盯着他说话, 王力神色带着笔遗, 李心远自己有腿, 我怎么管住他? 再说了, 我凭什么帮你? 那些照片, 你敢泄露出去, 我不会放过你的, 错了, 你这不是帮我, 是欠我的。 我一拍桌子, 起身指着王力, 力声说, 你要找小白脸我不管, 专职鸭子, 未婚男人, 这满大街都是, 你却偏偏选一个有家有事的男人苟合, 而且, 你明知我怀了孕, 却为了找自己, 选在我家小区里租房偷情, 你这种人, 说你道德败坏都是美化了你, 你根本没有底线, 没有道德, 你不用吓唬我, 照片我不会给你大肆宣扬, 但我一定有办法转到你女儿手里, 你如果不在乎, 那就尽管试试吧。 王力对我一连串的话糊住了, 他久久没有言语, 最后, 他向我保证, 李心远不会再找我麻烦, 和王力见面后过了几个月, 我听于力说, 李心远坐牢了, 于力找了认识的人, 打听了其中情况, 原来王力对李心远谎称杨强, 发现了自己挪用了这笔钱, 正在追问王力这么大一笔钱干了什么, 王力说不出所以然, 就想让李心远先把钱退还给他, 应付一下杨强, 李心远自然是设不得, 王力便哄李心远, 自己其实也不想把钱要回来, 但怕杨强发现他们的事, 对李心远不利, 李心远也怕了, 王力此时提出自己的想法, 做一份采购合同, 应付过去, 在王力受益下, 李心远注册了一个皮包公司, 做了一份假合同, 合同上约定, 王力通过李心远进口原材料, 王力付钱给他, 材料的总价正好是200万, 李心远本以为假合同做好, 万事大吉, 却不想, 王力转手就把他告上了法庭, 王力以诈骗罪起诉了他, 李心远当听各种辩解, 这是一份假合同, 但合同一旦签字和盖章, 哪里有假的之说, 盖章的公司是注册过的, 注册的法人就是李心远, 签字的也是李心远, 合同的权利义务规定的也很明确, 如今李心远是百口莫辩, 只能认栽, 他提出归还收的钱, 以求王力放过, 但王力根据合同上的约定, 说因为他的违约, 造成了自己的重大损失, 要求他赔付全部损失, 1000多万, 李心远绝望至极, 他终于明白, 王力根本没打算放过他, 他只能认命, 最后, 因为诈骗金额巨大, 李心远被判了十多年, 女儿出生时, 李心远他爸特意给我打了电话, 当得知我生的是个女儿, 当场在电话里大哭, 说他们离家完了, 绝了后了, 还大骂我是丧门星, 我当即挂了电话, 把号码拉黑, 再没联系, 余力来看我时告诉我, 李心远他妈在他出事后, 急火攻心, 血压暴涨到220, 中风瘫痪了, 李心远他爸本来身体也不好, 还得照顾他妈, 整个人憔悴也得不行, 我听后久久没有说话, 这世间, 也许真的善恶有报吧, 看着身边粉嫩的小天使, 我心里一片柔软, 我从卡里赚了十万块出来, 委托余力帮我送去给李心远爸妈, 当初买婚房, 他们曾经出过三十万, 我非圣人, 无法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 但我也并非贪心之心, 这笔钱本来就是他们的, 我也会慢慢还给他们。